這世界上的所有的動物當中 每一種動物 牠有一個行為的模式存在 說到貓 貓其實是最神祕的動物 因為貓常常有時候 牠的行為舉止 你根本捉摸不定 可是有時候那個貓 明明是喵心人 自己家裡養的 應該很OK 可是沒想到 家裡的環境很兇險 你知道嗎 怎麼說 貓真的要顧好 因為沒想到 天啊 看起來是殺人家 沙發 沙發竟然會吃貓 你看 沙發把貓吃掉了 不見了 你看有沒有 我問你 那個鳳比貓的頭還小 怎麼貓 貓就這樣進去了 整隻這樣刺進去 你看有恐怖 所以其實這個有養貓的人 大家要注意 家裡處處兇險 你下次找半天找不到 你家的貓到哪兒去了 可能被沙發吃掉了 對不對 可是這個畢竟是家裡的貓 還OK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 你不管是野外的貓 還是動物園的貓 牠不是被吃掉 而是會吃人的 你看 馬上會撲那個小孩 還好有玻璃擋住 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這個黃色羽衣弟弟很可愛 結果那個獅子是不是突然忘記 你看全身的這個中毛 黑色這麼長 對 牠一看到一個背對牠的獵物 高興得不得了 見烈欣喜有沒有 馬上就衝過去 可是老師 你有沒有注意到 很恐怖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小孩子一轉身 那個獅子就衝過來 不要只是小孩子而已 連其實鱷魚也一樣 來 我們跟大家講到的時候 剛剛的話是獅子欺負小孩 對不對 聖之不武 你看 這個美洲豹就這樣上來 有沒有看見 牠其實剛剛已經在河裡面游泳 已經觀察很久了 牠看見這一隻鱷魚在那邊晒太陽 一點都沒有發現 牠就從後面有沒有看見 也是背後偷襲 對 也是背後 一個背後一個箭步過來 然後就把牠抓住了 然後就帶走 當然我們剛剛看到這些畫面 可能都有驚無險 可是其實前一陣子 在大陸就發生一件 真的是有驚又有險的事情 很烈 很難過 其實是在牠一個野生動物園裡面 結果牠一不小心下車 後面上看到 才大概7秒 不到10秒的時間 牠仔仔細看 等到牠發現已經沒有 Luke 有沒有看到 也是背後偷襲了 對 牠牠傻藏了 然後牠的家人趕快去幫忙拉 結果一死一重傷 所以其實非常可怕的事情 這個其實就告訴我們 其實你真的不要在這個時候 暴露在於這一些 大型貓科動物的眼中 跟牠的爪子下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的話 你千萬不要背對牠 那就有人說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好 那我來做實驗 我讓我的背後長眼睛 看看有沒有辦法 你背後怎麼長眼睛 對 背後怎麼長眼睛 他就是把一個攝影機背在後面 結果大家仔細看 你看 這個老虎沒有發現 他頭上有背攝影機對不對 你看 他就捏手捏腳的靠近 可是 但是你只要一回頭 你看他馬上就裝 什麼 沒事 什麼事情都沒有 有沒有看見 他怎麼會馬上裝蒜 對 你看 你看 大家再仔細看 他其實後面有帶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鏡頭 所以其實他有時候 會切換畫面給我們看 但是如果他若有事無的 感覺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這樣走過去 你看 不管是老虎還是獅子 差那間停止 對 還會瞬間就裝乖 又跟你裝手 有沒有 你看 然後就那種什麼 有事嗎 沒事 對不對 但是你只要背對他 你看他整個這樣子 就直接撲上來的那個樣子 所以其實非常可怕 你背對了這些貓科類 你就是等於去送死了 沒有錯 你就算帶一個攝影機的鏡頭 在後面也沒有 你那個Gopro鏡頭 他根本不怕那個 他怕什麼 他是不是怕我們眼神 就這樣盯著他 他真的怕眼神 他自己就會知道 這個別人是有警戒 好 接下來看這是老虎 對不對 他就很兇 大家也不敢欺負他 結果 好啦 雖然說是老虎 是小老虎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怎麼會這樣讓牠好勝 怎麼這樣被大家欺負好 大家看得出來嗎 結果原來是這個長壁圓 長壁圓你看他有多調皮 他就這樣晃過來 晃過去 然後晃過去 你看 有沒有 給他打一下頭 對 老虎很生氣 你不管是針對牠 面對牠 背對牠 因為牠其實長壁圓 手臂長就這樣高來高去 有沒有看見 剛剛是八頭壞還拉尾巴 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 這個真的很聰明 我們在台北市動物園 會不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沒有把長壁圓 跟老虎一起 所以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嗎 但是很難講 後面是有沒有看見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差不多 只是剛剛那是老虎 這是在鏡腕 這三槍 然後三槍 牠們跟三槍 你看 他怎麼在抓三槍的腳 這跟這一隻長壁圓其實是小嬰兒 你看 牠都會覺得有沒有 感覺好像是牠家裡的娃娃 你看你看牠去玩 然後就會回到媽媽的身上 但是如果有一些動物 像昨天我們跟大家講的羊很兇 那怎麼辦 來 後面看看 又是一個兩歲的弟弟 就羊 鄭重 來 立康 你覺得這個弟弟呢 然後接下來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 不敢示範 弟弟再繼續撞 然後弟弟一點都不害怕 再繼續撞 結果大家以為說這個弟弟會嚇得到 有沒有 結果沒有 弟弟就越來越兇了 這個弟弟越挫越勇 屢敗屢戰 他還跟羊PK 對 怎麼會這樣 你看 然後他家裡的人也覺得還好 就讓他跟這個羊一直玩 可是老師這樣的行為 有點危險嗎 對 其實有點危險沒錯 而且其實還滿危險的 因為羊如果用力一撞 其實非常可愛 但是也不見得每個地方的羊 都這麼兇 接下來這個羊真的是練過 他這個心平 契合 然後戰裝 有沒有看見 你看 這個在巴基斯坦那邊 這是Gold with Talent 有沒有 搭羊秀 你看 好厲害喔 他這樣子站住 有沒有看見 然後接下來越來越狠 然後東西越弄越高... 可是他的平衡感很厲害 拜託 我們知道山羊平常 在一些懸崖峭壁行走 本來就平衡感很好 可是要站這麼小的地方 他的這個還很穩 你就要保佑 他下來的時候 不會用力的撞你 原來他的平衡感這麼穩定 所以才能站在懸崖上 對 沒有錯 當然對我們來說 他們的體本來就很窄 然後踩在一些很窄的地方 其實也都不會跌倒 我們看到羊居然兇起來的時候 那麼的恐怖 但是站莊竟然站得這麼的厲害 平衡感非常的好 怪不得能站在那懸崖峭壁上面 但是這兩天 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話 新疆那個地方 其實倒是荒芜一片 可是新疆那個地方 最近出現了個怪事 有湖泊出現 有城市出現 難不成現在都市化的發展 已經進到了新疆 那一塊沙漠裡面了 立剛 這件事情震驚了新疆所有的人 因為他們說這是一個異象 本來之前還沒有這個湖 結果突然在大漠當中 這個湖都突然跑出來 而且 有湖 是 很清楚 立剛 對 這還是從觀景樓很遠拍 就這麼清楚 而且你看前方 它還有一個建築物 所以很多人就懷疑說 你在新疆大漠當中出現這個 那很可能是一個秘密的軍事設施 你有沒有注意到 湖水還在波動 對 他們就講 那你憑空冒出來 那是誰神速艦的 沒關係 我們就看他會不會憑空消失 果然又憑空消失 那就就海市聖龍 所以你意思說這是個假象 立剛 我告訴你 海市聖龍虛無飄渺 很多人知道 但是他沒看過 但立剛 你知道其實講到 這種大型的神秘建築 其實之前 中國大陸在1970年代 他在新疆建南疆鐵路 那時候在建的時候 突然發現了一個很神秘的墓群 就畫面中你所看到的 那時候工人大叫 領導 不對 這邊有一個墓很邪門 因為這個墓莫名其妙的身 七公尺多 結果他們一下去發現 看到了畫面中你所看 跟《魔公傳奇》電影裡面 一樣的劇情 他們在裡面發現 這個墓的主人 裡頭竟然葬了一頓的黃金 好 這麼多黃金 一頓的黃金 換算成現在的價值 那可是富可敵國 好 這裡頭黃金 有幾個很奇怪的 第一個 你看看 看這個墓 他們當初去挖的時候 非常深 深度 可是有沒有想過 這個墓裡面居然有一頓的黃金 在那個年代 這一頓的黃金 從哪兒生出來的 是 而且到底什麼年代 好 下去探看究竟才發現 先講這黃金裡頭 一頓金牌讓他們嚇死了 金獅牌 你等一下看 這個是金珠金紗等等 這都還是小個子 這個 這個他們講的叫做虎蚊金牌 然後像這是金珠金紗 你等一下還會看到一個 是金獅面孔的 那個一頓 那個一頓送 好 這樣這麼多的黃金 他們認為這個身分 非復集困結果從他的這個遺骸 一研判才發現 嚇一跳 怎麼說 他的歷史高達2000多年 那也就差不多是 戰國到秦國那時候了 第二 這裡頭 這個遺骸 他們發現是個女的 然後他的這個面容 長得非常的漂亮 再來的話就是 他的面容漂亮就算了 頭上竟然卻出現一個洞 什麼 頭上怎麼會有一個洞出現 是 立剛他們認為 莫非美麗的女子的外貌 是一種詛咒 當時因為太美了 所以才被人家 用鑽頭的這種方式 殘忍的處決 兩千多年前 你看那個頭骨上面居然 會有洞出現 你看 這麼明顯 而且還三個這樣子圓的洞 立剛 眾上所述 第一個 有一頓的黃金培葬 非富即貴 二 頭上卻被鑽洞 難道他再怎麼樣的顯個 一樣逃不過被處決的命運 第三 他又非常的漂亮 後來他又不是 原來他們說在那個年頭 新疆其實古時候 那種邊疆民族 他們就流行說 你要是頭很痛 就鑽個洞 可以泄壓 跟曹操一樣 就鑽洞可以泄壓 是 然後他們說 他要嘛就是酋長的女兒 要嘛就是 我們講的王菲 好 看到了這些金牌 大陸現在是三間齊口 不多說金牌 現在到底實際的數量有多少 但立剛 你知不知道其實在四川 那邊的少數民族 槍主也遇到了怪事 而且他們認為 這一定是備受詛咒 話說他們在閩江的上游 住著很多的槍主 他們賴以為生的 就是畫面中 你所看到的這種艷色湖 這種艷色湖 其中這個叫做白石 白石海子 海子就湖的意思 白石海子 可是突然有一天 他們發現這個白石海子 就瞬間變成紅的了 我知道 工業污染 工業污染 一定要不然就是那個 染坊的污染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紅色的 立剛 他們是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山上 這麼高的山上 那非常原始 好 結果後來這個事情 也是一樣 震驚了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祕密的派出了專家 而且還不爭章 去那邊調查 因為他們懷疑這邊 一定出了邪門的事情 首先他們在懷疑說 是不是也許下面有水怪 但是立剛 你別以為這有點太扯 真有人目擊到三頭巨龜 那個地方有三頭巨龜 可是沒拍到照片 四個遊客跟一個船東拍到的 沒拍到照片 所以他們只是看到 所以你沒有辦法提出證據 但後來有人認為說 這應該是下面 可能也許有異象 後來那些祕密的專家 終於守住自己的身分 他們都是地震專家 他們懷疑可能要有大地震 末日地震出現了 這麼嚴重 結果後來才發現說 這邊可能也許地震的前兆 如果是出現了鐵跟猛 從地層中跑出來 就會這顏色 但是抱歉 完全沒有任何地震的活動紀錄 而且裡面也不是鐵跟猛 那他們懷疑 那裡面就是有怪東西 這怪東西很可能是 大量生長的紅棗 但是 也不是紅棗 也不是紅棗 那去的水是紅色的 我告訴你 閩江的這個裡頭的白石孩子 你就這麼一直紅 還沒有辦法得到答案 至今還是個名 到底是怎麼原因紅的 我們看到這湖水變成了紅色 究竟是什麼原因 科學家目前仍然是不知其結果 但是我們說到湖水 河水 這些地方 常常帶有虛虛多多的神秘 人要踏上那個湖裡面 或河裡面的時候 你總是要三思而行 因為你真的走了下去 可能未必走得上來 他們有時候生活在水邊 可能抓魚就是他們的工作 但是真的這個工作的危險 非常的大 你看 你以為這個人要趕步刑場 你看 忽天搶地的 結果這個音效 其實聽起來非常的可怕 那種肝膽撕裂那種感覺 因為他被抓了 有沒有看見 他去抓魚 結果竟然 然後大家 我們很好奇 到底是這個形狀 還是這個氣味 竟然吸引螃蟹把它夾住 好 那我們不要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救他好了 因為拉也不是 不拉也不是 因為用力扯的話 來 後面有沒有看見 來 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隻奇亞 螃蟹 結果是螃蟹不知道為什麼 哪裡不好夾 夾這兒 然後把它夾下去之後就 接近它 扁了 要怎麼辦 可是那話夾得很痛 是啊 那你用力扯也不是 然後不扯也不是 你看你知道最後怎麼辦嗎 結果怎麼辦 就犧牲那隻螃蟹 你說把它大蟹八塊了嗎 把它折斷 也起來夠 有沒有 鉗子斷了 還夾在上面 還夾著 還夾著 所以其實真的 你看 最後真的用力這樣拉一下 你看這整個人大概 大概差點就暈死過去了 不過暈死過去還好 至少不痛了 然後來接下來的話 還有 這個事情竟然層出不窮 來接下來這個老兄很厲害 你看 一隻魚這麼大隻 然後就這樣甩上來 不錯 英勇 但是回頭鏡頭再一看 他抓到下一個獵物是什麼 怎麼那麼長 什麼東西 被蛇咬 那是蛇 對 蛇 蛇咬到什麼 不是要咬哪裡 但是看起來是一個滿痛的地方 對啊 然後就會想說 怎麼沒想到去抓魚 竟然這個風險 其實還真的還滿大的 所以恐怖 居然蛇咬在那兒 對 所以其實真的要顧好 自己不然的話其實非常的危險 好 那我們講到 那你在這個船上面用釣的 那沒問題 安全了 自己不會被咬對不對 來 接下來我們再看到這老兄 這個浪花很大 不錯 而且他這個畫面 一開始就鵝鵝鵝鵝 他是釣魚 釣到一隻魚 然後一路過大白鯊就把牠帶走了 所以順道就把牠咬走了 對 大白鯊就覺得說 怎麼有這種好事 有一隻魚在那裡 那不吃也白不吃 可是老師 光魚頭看起來很大 對啊 這麼大的魚身體就這樣一口不見了 所以你看鯊魚對牠來說 搞不好塞牙瘋都不夠咬一口 所以你意思說鯊魚可能更大了 對 然後一咬就走了 好 大家想說 那這太過分了是不是 這個長長捕成黃雀在後的事情 竟然還有半路鯊豬成咬金 剛剛那個是鯊魚對不對 接下來還有什麼 阿哥 你看看 不錯 這是一個弟弟牠在釣魚 釣到一隻很大的魚 你看這弟弟很高興 然後就開始收鮮了 要把這隻魚弄上來 就 我發現牠有沒有看見怎麼回事 這隻是鱷魚吧 來 一隻口香 對 鱷魚 鱷魚就把牠帶走了 鱷魚把那個魚帶走了 你看牠其實 牠不像剛剛鯊魚咬一口就夠了 鱷魚是整隻帶走 然後整隻帶走就怎麼辦 我覺得牠們現在的釣竿跟釣線 真是超厲害 牠這樣子帶走 那個釣竿跟釣線還沒斷 還拉在那邊 對 最後怎麼辦 你從不敢把鱷魚釣回來 鱷魚拉回來嗎 沒有 只有線就剪斷了 沒辦法 所以其實你就會想說 釣魚真的有時候 不要以為只有你泡在水裡面 你擔心會被咬 其實你這樣子的話 你釣起來的魚 可能也會被咬走 來 接下來這個的話 我們就看到 牠其實是要試試看 你看 為什麼會上來驚牠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怪了 對 這個就怪了 而且這個衝上來的黑黑的是什麼 看不太清楚 我覺得有點像海豹 就怎麼回事 原來剛剛是岸上的老兄 牠其實是咬著一隻魚 然後頭低下去 結果沒想到這種餵食秀 還可以這樣子來演的 你看上來啾咪有沒有 就這樣來給牠親一下 然後就下去 但是你以為這麼簡單嗎 來這個老兄也想 魚怎麼這麼多 上來一隻吧 結果你看 來了 立刻你看得出來是什麼 剛剛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一隻大鳥 蹄狐 蹄狐 蹄狐也衝過來咬 你看下面的一堆魚 你希望牠來 結果牠都不來 結果沒想到 你看又來了一個蟲咬鯨對不對 結果又把牠的魚給這個叼走了 其實我們講到這一些魚 包含我們剛剛講 很兇的這個鯊魚好了 鯊魚其實有一些也滿慘的 來畫面上看 這一個塑膠袋 你看這感覺是料理包有沒有 調理包你把它剪開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倒出來 結果倒出來之後 你竟然發現 怎麼會是料調理包 結果大家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這不是變魔術 這是真的 這是Babu Shark 然後原來是牠們 而且鯊魚有很多種 有胎生也有卵生的 結果牠這個是卵鞘 當然一般狀況之下不會這樣 牠自己成熟應該會出來才對 結果這一隻好像不知道怎麼搞的 牠那個殼 那個鞘特別硬 你的意思說鯊魚牠還有卵 那這就是鯊魚蛋 對 簡單來講就是鯊魚蛋 還有卵生跟胎生的 對 然後這個的話 所以鯊魚蛋生出小鯊魚 所以當然這個我們剛剛講 這是一個特例 因為一般狀況之下 不需要人剪刀去幫忙剪 結果這一隻就不行 但是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鯊魚除了這一種 就在媽媽肚子裡面 客家發現鯊魚這麼兇殘的個性 從小就開始培養 你不夠兇殘 你活不下來 外面上是怎麼會拍照的方法 拍到這個母鯊魚子宮裡面 你看有這麼多個卵 這麼多胚胎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一兩隻先孵出來可以生這麼多 一兩隻先孵出來的 看著牠的兄弟姐妹 立剛你覺得會好好照顧牠嗎 那當然好好照顧 一顆一顆吃掉 牠會把它吃掉 你把兄弟姐妹當食物 沒想到牠這麼兇殘的鬥爭 從在媽媽的肚子裡面就開始 牠就一個一個把它吃掉 當然大家就說 對 因為把媽媽裡面的 這個小的都把它吃掉 才沒有人跟我競爭 現在有新的科學家研究出來 結果是什麼 竟然跟父權的鬥爭有關 因為牠可能跟不只一隻的 這個公鯊魚交配 所以牠竟然會把 不是同一個爸爸的吃掉 然後留下一個跟牠是同爸爸的 那我問牠怎麼分得出來 對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這是一個新的研究 目前有這樣推測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不了解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 鯊魚的世界 不管小時候還是出來了 都很兇險的 我不看到人的世界的鬥爭 是這麼恐怖的 居然沒想到鯊魚的世界裡面 居然也是如此這般的恐怖 居然在媽媽肚子裡面 兄弟姐妹就開始互相在鬥爭了 可是我們說到 人的比賽場上面來說 當然是需要競爭的 但是比賽場之前的訓練 那更為重要 日本人現在想了個方法 來訓練他們的排球選手 什麼方法 就是運用到高科技 科技的加入 讓這些日本女子 排球隊的選手 這個發揮球技 真的是得新應手 你看到這些三雙假手 放在這個中間隔網的前面 有一排軌道 軌道就把這個三排的假手 就一直這樣子移來移去 平均每秒移動3.7公尺 比人類的選手還快 這些日本排球隊女子選手 他們就在這邊發球 然後扣殺 他們著重在訓練扣殺技術 這三雙假的排球手 不斷的去把他們的扣殺的球 給攔截下來 有沒有看到 在隔網上面 就把這個球給攔截下來 因為他們可以準確分析 還有捕捉到這些女子排球隊的選手 還有這個排球運動的方向 排球才這麼短短 1秒 2秒的時間 他居然可以算出來 你手在一打出心來上 排球費哪裡 我就攔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一群 東洋魔女的這個排球隊 他們的練球秘密武器 原來是這一群高科技的機器人 但是講到東洋魔女女子排球隊 那就不得不提到他們的前輩了 他們的前輩就是在日本 上個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 風靡全世界的東洋魔女 日本日訪被種女子排球隊 他們曾經在國際間 創造地加連勝175場的 這個勝場紀錄 這麼厲害 而且打敗了當時全世界 排球界 尤其是女排第一把交易的 前蘇聯的這個女子排球隊 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 52年他們開始訓練到1955年 當時就是靠他們的這個總教練 大松博文 不斷的從每天下午4點 你看到這個鏡頭有沒有 下午4點訓練到晚上半夜為止 這個大松博文 這被稱為魔鬼教練 都說女性的身高 也沒有歐洲那些女排手的身高高 沒想到身高沒有優勢 他們居然還比他們更強 你知道你看到他們現在 這些畫面沒有 這就是大松博文 當時交給他們最新的排球技術 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 翻滾救球技術 結合了樓道的技巧 當你求歐洲 歐美的人 這個身高優勢很長 然後他們可以把球扣殺下來 對 大松博文就教導他們 球殺下來 你怎麼樣都要救 無論如何你就要救到底 所以用樓道這個 在地上翻滾的技巧 撲殺之後 你就把球這個在屆勢滾起來 把球救起來 加上這些勾手飄球 這些都是大松博文 研發出來的技術 後來日本隊就在這個世界 各個排球的這個戰場上 好像如露無人之徑 接著就連勝推高 他的一個紀錄 甚至在後來1964年11月23號 日本東京奧運會 第一次把這個排球 女子排球做為正式比賽 就在那一場比賽 他們擊敗了 可被看好了前蘇聯 當時他們認為蘇聯是金牌 結果就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把蘇聯給幹掉了 當時的蘇聯你知道多少嗎 多少 百分之80的日本人 都在看這個比賽 後來在那場比賽之後 不到一個月 中國把他請到了 這個大松博文 請到了這個中國 就告訴他們 來這邊進行比賽 你看到這個是中國的 當時的總理周恩來 跟大松博文他的這個夫人 當時在這個中國成為座上兵 因為當時他們在中國 進行比賽的時候 整個這個也是 讓周恩來非常的風靡 然後後來請大松博文去指導他們 就把中國的這個女排 打造成一個世界強權 但是我們就要強調說 在這個國際的職業運動場上 常常就會看到魔鬼的教練 然後很實力超強的選手 同樣的我們看到現在 國內外最近很風靡的 這個馬拉松賽跑 不管全馬半馬 或是10公里的商業的 這個馬拉松賽跑對不對 但是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竟然有國內的這個 假裝是這個長跑運動俱樂部 一個零星負責人 跟他的盧姓女員工一起聯合 把這個國內知名的運動品牌 他們的邀請函 偽造 邀請了這個 既然把這個非洲的肯亞籍的 這個選手 十幾個帶到了台南 然後把他安排 住在關廟這個區域 然後住了這個祕密訓練的基地 結果安排他們參加 國內這些知名運動品牌 所主辦的這個賽事 一年辦下來 抱走了六七百萬元的 這樣一個冠軍獎金 你說這些人光參加比賽 他們就抱走了六七百萬 沒錯 怎麼那麼厲害 零星負責人跟他的員工 就分到了五六十萬元 所以你看到這些比賽 幾乎都是這種非洲裔的 皮膚是非常幼黑的 這樣一個非洲裔選手 南瓜的這個獎金 那事實上 為什麼要用非洲裔的選手 因為他們在肯亞的高原上 動輒海拔2000公尺以上 你知道他們的這個 這個積耐力是非常的強 而且血氧紅素的 這個血液中的含量 也比平地的一般選手高很多 人家一般平地的選手 可能是10到12 或是12到15 他是18 而且他們動輒 如果拿到這些國際賽事的獎金 可以脫貧 脫貧了之後就支付了 他們動輒去參加比賽 講到這個脫貧 參加比賽 支付 像他們這種職業或辦職業的選手 去參加各國的比賽 尤其像中國大陸 一年至少辦超過50到100場以上 美國一年至少有2萬場 每超過1場你知道嗎 他們大概至少可以參加比賽 講到大概1萬到好幾萬的美金 你看如果一個辦職業的選手 他們如果去參加好幾場比賽下來 是不是拿個10幾萬美金 輕鬆入袋 職業頂級的選手 一年可以拿到上百萬美金 都沒問題 你現在看到 大陸現在看到這個男生 他叫做陶紹明 他是大陸前長跑隊的教練 也是後來引進這些 非洲肯亞裔的選手 剛剛講說台灣那個林姓男子 他組了一個俱樂部 找了十幾個肯亞裔的選手對不對 這個陶紹明 他找了80多個 更多 他整理訓練了80多個 專業的這樣非洲裔的 肯亞裔的選手 然後參加大陸各地 所有城市不管是上海馬拉松 北京馬拉松 或者是廈門 廣州的馬拉松 幾乎每一屆馬拉松的前幾名 全部都是他旗下的 這80名簽約的運動員 把這些高位的獎金給爆走 這些經紀人 他至少可以抽成百分之 他至少可以抽成15%以上 每一個選手動輒拿到幾萬 十幾萬的美金的獎金 是不是他的收入就越可觀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陶紹明他就靠這樣一個方式 做成了一筆成功的黑色運動生意學 沒想到一場運動賽事當中 有這麼多的學問的存在 但是說到這連續劇 最近最夯的連續劇 可就是那通靈少女了 禮拜天一言連兩集 到了完結篇了 不過你注意 這郭書堯其實在演戲的時候 旁邊有許許多多 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觀眾在看 是 立剛 我們都知道通靈少女 現在非常非常紅 紅遍亞洲23個地區 這麼夯 是 台灣大概有史以來 最紅了一部連續劇 然後他拍攝的過程中 當然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期待 他其中有一幕 大家發覺好像有點異狀 怎麼說 因為在第三集這個地方 他有一幕就是這個小禎 就是要幫他自己的 邱老師去超渡的時候 結果他當時 你看他手上拿這個箱 然後正在做法事的時候 大家就注意到 他手肘後面這個地方看到沒有 那邊好像有一個 人影存在那個地方 你也不注意到 好像真的有個人的影子 是 立剛 很多人就看到就議論紛紛說 這到底是 只是剛好造成的一個影像 還說真的 你看到沒有一個像臉一樣 都應該在那邊 在那邊 好像有個臉在那邊看 是 對 躲在那樹從後面看 立剛我是不會看到 學偉看得到 學偉說其實不只一個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然後這邊也有 然後這邊也有 看到了這麼多個 對 他說其實好幾個 都在那邊 那表示說 其實在另外一個世界的朋友 好像也很關心這一部劇 這一部連續劇 在拍的時候 居然旁邊有這麼多的觀眾 所以大家都來圍觀 看看現場怎麼樣 那我覺得只要沒有干擾到 拍攝過程的話 我覺得臨界朋友願意來看 我覺得也是很OK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這個臨界少女他本身 因為通靈少女本身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本尊 就是劉伯君Sophia 那Sophia他本身也是這一部 連續劇的顧問 那裡頭舉凡法式 用的器具 所有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Sophia 就提供了這些意見 然後甚至 連到哪裡去拍攝 拍攝的時候 怕現場有沒有一些 其他臨界朋友來干擾 所以他也要在旁邊做一種 類似護法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你說Sophia 在拍之前 還要做這些動作就對了 是 不然的話 你怎麼能夠保障這些工作人員 會不會去觸犯到一些 臨界的朋友這些東西 這就是Sophia的本尊 他本身也 你看他也都在現場 甚至還指導他們做一些事情 實際上Sophia說 其實他去過了很多的宮廟 這些東西 他說可以用這種阿飄滿為患 這樣來形容 等一下 宮廟 宮廟裡面怎麼會阿飄滿為患 我們一般都會認為說 宮廟裡頭應該都是神 那當然 是神的地方怎麼會有阿飄 可是他說其實裡頭聚集的 全部都是這些臨界的朋友 裡面那麼多臨界的朋友 對 他說裡頭看起來到處都是 越是宮廟越容易 因為他並不是只有去 他自己的道場而已 他也去過比如說像法谷山 一些大廟這些地方 裡頭也是 據他所說 他說他看到一大堆都是這樣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臨界朋友特別喜歡香灰這種東西 你知道你只要廟裡頭 常常在燒這些東西的話 可是香灰這不是祭拜神明的嗎 是 在我們的觀念 認為是這樣子 可是他說就他所來看 因為這些臨界朋友 喜歡這些香灰這些東西 所以他不斷的會 你只要在那邊燒這些東西 燒紙錢 燒香灰 他也會進去 對 他就會進來 他來吸收這些東西 神明會把他趕走 不會 因為據他所說 其實裡頭所謂的這些神明 其實也是不同的靈體而已 有一些靈體的話 比如說他可能法力比較高強 或他修煉比較久 如果你去跟他這一概 因為不希望他來做一些 不好的事情 然後最後就幫他 雕一個佛像 或是一個法身在那邊 然後他就可以負責在那邊 他以後可能靈格就比較提升 就可以來幫你解決事情 所以在他看起來 可能跟我們一般印象觀念中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種靈氣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看起來 覺得非常神奇 可是他說其實 他自己並不是很喜歡這些地方 因為都是這樣的東西存在 所以他一進去看到 那麼多的這些 在裡面飄來飄去 我跟你講 甚至你知道嗎 還有人來找他挑戰 還有人要找Sophia挑戰 是 因為 怎麼說 據說有另外一位靈媒 叫林小姐 就曾經帶了這些天兵天將 還有一些法師 法器 甚至燒了108炷香 來這邊直接跟他挑戰 為什麼要挑戰的目的 當然並不是為了鬥法來幹嘛 其實目的就是說 你是有天命的人 你應該要接這個天命 因為Sophia後來很抗拒 做這件事情 他不想再繼續做 林媒這個工作 所以他很抗拒 然後結果他一直都叫他接 實際上他為什麼不講接 你知道Sophia的講法就是說 其實他所接觸過的這些 有林媒體質的這些 大部分身體都不好 你知道 可能因為 可能因為長期 跟這些靈界的朋友在一起 因為不同的空間 因為氣場也不一樣 對 然後可能你慢慢 身體就越來越虛 然後就很不舒服 就算你現在目前看起來很好 到最後的結果都不會太好 可能會遭遇一些災難 然後身體受傷 甚至會生病 這麼嚴重 對 所以他希望說 尤其是不只是這些靈界朋友 甚至你如果像你常常喜歡 去宮廟 拜拜或這些情況 如果你接觸了太多這些靈體的話 有一些靈體會覺得說 我附身在你身上可能會更好 那就直接附身 也不要那麼熱衷於到處去拜拜 當然這是他的一個說法 實際上據他所說 像我們一般人常會說 抓交替這種情況 他說有的時候認為 未必是一種抓交替 他自己小學的時候 你知道他有一個朋友很要好 兩個人就一起去買那種 鹽酥雞這些東西就來吃 就吃的時候你知道小孩子 就喜歡那個牙籤 不是 那個竹籤 就直接這樣咬著 這樣咬著一邊走一邊吃 這樣很正常 就他們走回到 Sofia他家樓下的時候 站在樓梯 他就看到一個阿飄 就坐在樓梯那邊 然後這個阿飄很奇怪 他的舌頭這樣吐出來 舌頭外露 然後一副很痛苦的樣子 就坐在那裡 然後看到他當然 他為什麼要坐在這邊 然後這時候他直覺的反應 你知道嗎 是什麼 他說你不要再吃那個東西了 就叫他把那個竹籤拿掉 他朋友就說這樣吃有什麼關係 你幹嘛把我拿掉 然後你就把竹籤拿掉就對了 結果他一把竹籤拿掉 他朋友就走樓梯 就往上走 結果一走就砰就這樣摔下去 正面這樣摔下去 那竹籤 竹籤呢 他已經被他拿掉了 如果沒拿掉 沒拿掉 你想想看 會有什麼後果 那不就插進去了 那不就整個直接插進去 那不就跟那個 阿飄顯現的狀況一樣 你舌頭可能肚出來 你這邊就受傷了 所以就是說阿飄可能是在預警說 你可能會有這樣的 所以這個阿飄顯然 不是來抓交替我幹嘛 反而是來救他朋友一命 讓他不會遭遇這種狀況 實際上劉伯軍 也去做過科學驗證 包括以前台大前校長李士誠 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一般人就是 如果我們正常精神狀況 是Beta波 那如果你在睡眠或入定 或你甚至在打坐鍊 氣功那種情況是Alpha波 可是劉伯軍很奇怪 他在不管是他睡覺 或是一般平常的狀況 甚至說 你說他有沒有發功這種狀況 他全部都是Alpha波 為什麼他都是Alpha波 好像他隨時隨地都在入定 都在殘羞那種狀況 所以你記得說他親近的時候 也都是Alpha波在那裡 是 所以這到底 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是不是能夠解釋 為什麼他能夠通靈而我們不行 原來人類呈現的Alpha波 比較偏多的狀況 相對的他對靈界的那種感應 就變得非常的強烈 可是我們說到索菲亞 索菲亞她其實看到廟裡面 有許許多多的東西 都依附在那廟裡面 她其實小時候也遇到一些狀況 是啊 通靈少女現在這麼紅 因為這裡面演的都是索菲亞老師 從小到大她親身的敬禮 而且所有的故事都非常的真實 在第四集到第五集的時候 那個議員的太太因為病危 還要通靈少女去幫她驅魔對不對 其實索菲亞老師從小到大 的確都在幫人家問世 幫人家驅魔 老師就曾經講過 有很多人是在她的家長往生之後 就找索菲亞去通靈 想要問問這個老爸 你這個遺產是怎麼分配的 有一年 對 有一個老先生往生 因為留了一大筆的遺產 她的家裡的兒子吵翻天 就找了索菲亞老師說 你來問問我爸 這個遺產到底怎麼分配 都沒有這個遺囑 好 索菲亞老師一通靈 找到老先生了 老先生只給她一段話 要她特別交代她的兒子們說 說什麼 我現在很擔心 我念小學的女兒 請你們好好照顧她 希望能夠一路照顧到她 念完大學 聽起來很溫馨對不對 溫馨 索菲亞老師把這一段 老先生的遺囑一講出來 兒子們差點來打這個索菲亞老師 為什麼 你騙人的 我就知道你這個仙姑是騙人的 我爸哪有一個小女兒在念小學 你看看我們又多大了 怎麼可能有一個念小學的女兒 他們家裡面沒有一個小學的 沒有 真的沒有 所以當時他們就說 你不但是個神棍 是個騙人的 你根本是騙我們的錢 索菲亞覺得很冤枉 我就有跟老先生 老先生講老先生你就這樣說 你們要這樣罵我 我也沒有辦法 結果在喪禮上 有人就講說有 老先生有一個小三 他的女兒就是在念小學 老先生念字在字 就擔心小三的女兒沒有人照顧 至於遺產 我也不告訴你們怎麼分配 明明說的是真話 還要被人家追打 這就是索菲亞老師的日常 他真的很可憐 我們很難想像會通靈的人 他日常都看到什麼 他到紐約去玩 這是前幾年的事情 他的朋友好心就跟他講說 索菲亞 我帶你去這個911 當時事發的地點 因為還有一個紀念碑 那邊不是死了好多人 對 就要他過去看 他說不要帶我去 真的拜託你不要帶我去 不論如何你都要繞路 不要經過那個地方 我拜託你們 因為我的體質跟你們不一樣 他的朋友就說 好啦 就不要帶你去 結果繞繞繞 索菲亞老師說 繞了半天 因為他不認得路 他不知道為什麼就聽到 耳朵旁邊有好大的耳鳴 那個耳鳴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大聲 索菲亞老師就說 我不是告訴你們 你們不要帶我去911 那個事發地點 結果車子繞著繞著 沒想到是不是繞到附近了 他的朋友就很抱歉說 索菲亞 你怎麼知道 你又沒有來過紐約 我們真的是不小心繞到附近 因為塞車 他說我不知道你們繞到哪裡去 但是我知道已經到那裡了 因為我耳朵快要受不了 耳膜快破了 聽到聲音了 因為很多的亡靈的聲音 都讓索菲亞老師 在耳朵旁聽得到 各位會覺得他會通靈 很厲害 可是你知道嗎 索菲亞也曾經被下降頭 你很難想像對不對 我們通常的被下降頭 都會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索菲亞老師說 他後來不想替宮廟做事情了 因為他覺得非常非常的累 他現在要退出通靈界了 什麼 你想退出 之前幫他做事的這些宮廟 就很生氣說 我不讓你走 因為所有人都要來問事情 你不可以離開我們宮廟 索菲亞就說 我再也不幫你們通靈了 不要再找我了 索菲亞就離開了對不對 宮廟不放他走 那現在怎麼辦 他不願意的話就不願意 找人作罰 對索菲亞作罰 你可以想像嗎 都是他去通靈別人 現在是人家對他做法 而且有重 對方找了一個法師 就對索菲亞做法之後 他說他有一天醒來 他突然覺得全身發燙 皮膚開始潰爛 整個人睡不著 然後不斷的吐 吐出來的水全部是灰色的 他自己親自講的 他說這樣撐了五天 他說他完全知道 對方對他做了法 下了降頭就是要害死他 結果的各位會問說 那怎麼辦 那索菲亞怎麼解 好 索菲亞老師說 如果你也被下了降頭 不要害怕 你不要動 以盡制動 三整五天他完全不動 不出去我就吐 我就吐 我就睡覺 全身痛也沒有辦法 五天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情 他好了 對方去跳樓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可能 你要害別人 你用這種黑法術 你會反噬到自己 他說他五天之後 這個做法的人 沒有拿他沒有辦法對不對 黑法術從他的身上 退回到對方 你所反饋到對方身上 對 結果對方受不了 突然憂鬱症大發 想要從樓上親生 所以這也就是 雖然他是通靈者 但是通靈 其實過得比我們辛苦 甚至還會被別人下降頭 差點去了半條命 你能夠想像嗎 我們還是做普通人比較好吧 看到了Sofia 他居然能夠跟這個 靈界之間有所通連 但是在我們現場 蔡老師 他也可以看到陰陽兩界 蔡老師來講一下 你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 我說我這輩子接觸了 靈界 陰陽兩界很久的時間 我覺得有一次 我推台車 撒平在這裡 然後凌晨一點多 要回家 經過一個 以前鄉下的小鐵軌 鐵軌的推煤炭的車子 鐵軌 我走鐵軌一直要走回家 旁邊有一個松樹 一大片松樹 我就拿一個手電筒 下了毛毛細疑 結果我突然聽到 怪怪有一個聲音 我就把那個手電筒一照 那個松樹底下 有一個人 舌頭伸到下巴下來 我就走過去一看 插頭髮他沒 我就跑到他家裡去跟他敲門 插頭髮 插頭髮 什麼事 你毛吊死的松樹底下 毛毛說我毛睡在我旁邊 你看看 睡在旁邊嗎 一看 毛毛魚 不見了 毛毛魚 帶著帶著來 正經我跟他們兩個人 他一條繩子掉起來 把他放下來以後 他的舌頭伸在下巴下來 他太太就死了 為什麼死了 因為他的先生天天喝酒 然後這個都幾乎沒有錢 給太太生活 所以插頭髮 毛毛就想不開 就吊死了 吊死了 我從此只要回家 我就看到插頭髮 毛毛 在松樹底下 我就過去陪他聊天 我跟他相處了兩年 他講他陰間的日子 你跟他的靈魂 相處了兩年的時間 不是 他跟正常的一樣 那個靈體 對 一模一樣 他每天就蹲在那個樹下 其實大家以為靈魂錯了 鬼跟正常的一樣 他只不過是來無雲氣無中 他蹲在哪裡跟他 因為我蹲下很久 因為在Omicron 他在礦坑裡面幫我推台車 所以我跟他 歐巴桑相處很久的時間 因為我在外媒礦 他在推台車 所以我跟他很熟 他在松樹底下 我過去陪他聊天 他說你可以 叫我老公把酒改掉 我欠蔡老闆 欠了三年多 他終於最後把酒戒掉 後來過了第二年他就走了 他先生也走了 可是蔡老師 那樣子情形之下 你跟他這樣子之間的對談的時候 他其實他對於在人事之間的事情 他都還了解 很清楚 非常清楚 所以他人事之間的所有事情 他都知道就對了 他只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 可以回到家裡 鬼有兩個地方可以去 就是他平時出沒的地方 還有家裡 不能進去 只能到門口 這是我以前跟64個鬼 所有講給我聽的 不能進家門 不能進去 只能在門口 因為那家有門神 不能進去 只能在房子周圍 還有他平時活動的地方 譬如在辦公室 附近 或是他工作的地方礦坑 可是唯獨家裡面他進不去 家裡進不去 還有一次我也是推台車 很晚了 就一點多 回到我家 經過我們在U拉 那個小學底下 看到河裡面有一個人在洗衣服 已經快兩點了 凌晨 又說歐巴桑在洗衣服 半夜洗衣服不是很怪嗎 而且在河邊 為什麼這麼晚才在洗衣服 我就走到水裡面 到石頭旁邊 歐巴桑 你這麼晚在那裡洗衣服 年輕 衣服沒人睡 我自己睡 我聽到聲音 很陰森的聲音 歐巴桑 你是 我已經死這麼久了 我笑我一跳 三更半夜在那洗衣服 你知道嗎 這歐巴桑 他為什麼在那洗衣服 因為他就吊死在旁邊 那棵樹上面 所以他跟我講 少年 你會記得 你去洗肝 苦蟲 很多人在水 他沒起來 你看看很多人這樣子 牙齒飆出來 這種人叫天生異象 不是自殺就是上吊 怎麼會這樣子 你看以前有一個人 我認識那個人叫李敏南 七先生你記得吧 七先生不是在電視上演 裝個牙齒這樣子 七先生對不對 你看最後他怎麼走了 他把他活動 上吊自殺 因為他演那七先生 就長期這樣子 有沒有 我記得在電視上 七先生牙齒飆飆對不對 歐巴桑就跟我講 你要欠他 這世界要把嘴巴合起來 不合起來 最後走的時候都上吊自殺 不過蔡老師我想問一下 像一般你的眼睛 可以看到陰陽兩界 你看到的那些靈體 或者是那些鬼魂的話 他們看到 你看到的眼裡面 跟我們一般的人 看起來是完全一樣的 一個實際的形體嗎 我生前認識他 本來就在礦坑裡面 死後一模一樣 坐在那裡聊天 轉眼 不見了 走了對不對 我就走了 你看到的形體 也是完全真實的 還是說有點虛幻 沒有 完全真實的 跟正常人一模一樣 像有一次 兩個年輕人廝殺對不對 有一個年輕人被砍了 斷頭 第三天我跟我媽媽要去拿藥 去青山拿鐵油 回到我老家 那個鐵軌 因為前幾天才 有一個人死在鐵軌上面 一個年輕人26歲 然後斷頭 下雨毛毛細雨我拿閃 我媽媽走前後 我走後面 聽到後面有聲音 我頭一轉 後面有一個人 他全身都白衣服白上褲子 但是沒有腳 離地 沒有頭就在我後面 我跟我媽媽說 媽 你走那麼快 什麼事 你走那麼快 我說站著 我讓我媽媽一直走到我家 轉彎進去了 我轉圓 他還在後面 我就過去陪他聊天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我死了以後 我現在沒有辦法輪迴 然後這地很苦 你可不可以回去 幫我送地當金給我 後來我跟斷頭這個年輕人 我跟他相處大概六個頭一人 可是他沒有頭了 沒有頭了 還能講話 怎麼能講話 你怎麼聽得到聲音 對 跟他正常人講話一模一樣 你可以聽到那聲音 但是卻看不到他 就像你跟我這樣講 沒有頭 我跟每一個鬼相處都是這樣子 他講聲音很大聲 跟正常人 他平時講話的聲音一模一樣 因為我本來就認識他 我再講個故事說 我在醫院兩年多 我沒有在病床談過一分鐘 有一天我怒定了 我兩腿一盤 因為我可以算雙盤24小時 我看到幾百個固人野鬼 在找替身 有三個人就站在我面前 你說在醫院裡面 在醫院裡面 他們都出現在你面前 對 三個人就在我面前 一左一右 一個站在旁邊 出來 你敢哭了吧 就三個人一口同聲講這種話 你知道嗎 那一天晚上到天亮以後 我很不信的 到無君事一報到 結果打一個很重要 一打下去 我瞬間昏迷 我從頭到尾片黑了 嘴巴破 喉嚨破 腸破 胃破 大量出血 突然除夕的下午 富士仙沒死 我斷氣了47分鐘 我斷氣了47分鐘 我斷氣了之後 快就黏龍 眼龍王說我大腺味道 我47分鐘以後活過來 我坐在無君事盤腿坐在那裡 護士所進來看到鬼 就死掉還坐在床部上面 我死了活過來 但蔡老師 你那時候死而復活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身邊有沒有一堆 一堆的那些兄弟在等你 就是那三個 還是那三個 就是那三個 他們還盯著你 帶我走 我沒想到我斷氣以後 我竟然活過來 我真的悟到了 他們不是七爺八爺吧 不是 那是我前世欠他的 謝謝蔡老師 我們聽到蔡老師這麼一說 我們才知道原來我們生活的空間當中 居然有這麼多的靈體在我們的身邊圍繞著 但是說到通靈這件事情 有些人真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但學偉 你好像也看到一些什麼吧 不是 我是有一些靈異體質 就是我可以感受到靈體在附近這樣 可是我看不到 我沒有開天眼 我看不到 可是我前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講很奇怪 因為很多通靈者都跟我講說 一般靈體是沒有辦法敬我身 而且我自己修行法術 符咒法術也修了很多年 所以大家都知道一般靈體沒有辦法敬 可是我前一陣子就很奇怪 有一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靈體靠過來 很明顯 而且法術都講不出來 咒語都唸不出來 對 後來慢慢我靜下來之後 開始咒語唸出口的時候 那弄就行了 對不對 那就覺得很奇怪 那到底是誰 我剛剛說 還有也是有冤要來跟我訴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學妹 是蒂姆娘娘的那個機身 她有開天眼 那個人是不是個子不高 白頭髮 很瘦 很虛弱 好像掛著還尿袋 拿著一支黑色拐杖這樣 我一聽的話 這不是就我爸爸 我爸爸生前的形象 就是這樣一模一樣 對不對 一看我就說那你再幫我看 他說確實是你爸爸 他只是說有一些事情要來講 他說他很久沒有看到 我姐姐的女兒 他希望能夠說找他去拜拜他 他也知道說我們最近家裡面 很和樂他回來看了之後 他很高興這樣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通靈者有一個特質 就是說他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靈體 也可以跟他做溝通 我們講到說通靈體 最有名的你知道嗎 在以前台南地檢署 有一個書記官叫做潘敏傑 他就是有那種體質 而且後來他有開天眼 他早上在地檢署裡面 幫檢察官辦案 對不對 他書記官 可是晚上的時候 他就常常做一些義工之類的 你知道當初有個南化雙施命案 很有名 你知道有一個老農夫 叫做柯玉梅 他們家就是一些 種一些山芒果樹 因為風災來的時候 這些芒果樹都被弄壞了 他家的那個電錶什麼東西 電器設施都被弄壞了 他有一天他跟他先生兩個 還在那個田裡面忙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台車 從上面開過去 開過去之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台電的人 要來弄電錶 他趕快騎著摩托車追上去 可是一追之後 從此之後他這個老父 柯姓老父就失蹤了 那男子跑不去了 他老公循著路回去 上去找的時候 奇怪 怎麼都找不到他老婆這樣 坐在自家旁邊 對啊 可是兩天之後 叫他家外面的一個池塘 就是有人要去釣魚對不對 突然就聞到有絲湊味 一看 怎麼一個人噴在水裡面 報警一看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是柯姓老父 竟然逆死在這邊 他一上來之後 他下面又疊了一個男絲你知道嗎 什麼 下面還有一具屍體 對 還有一具男絲在下面 他們就傻了 怎麼這種事情有買一送一 怎麼一找了一個之後 下面又有一個 後來打撈上來 法醫要鑑定 一鑑定兩個人都是同樣 脖子有勒痕 你說被勒比的 民意前被勒比 氣勢在這邊 怎麼辦 另外一具男絲 身分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嗎 在發生這個男絲這個案子之前 其實就一直 這個案子從頭到尾一直靈異不斷 因為那個時候台南縣警察局的 那個偵察隊裡面 就供奉了一個國姓爺 鄭成功的神像 那一天早上他們起來的時候 就發現說國姓爺旁邊 有一把寶劍對不對 突然間那個寶劍出鞘你知道 寶劍怎麼會出鞘 沒有人去叮噹 那個寶劍竟然就伸出來這樣 沒人動居然自己出鞘 就在神壇上 誰會去沒事去拔那支寶劍 不可能的 神劍出鞘就是要見雪光 所以那一天 你看下午果然就發生了 這個雙失命案 好 這個案子發生之後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 不要確定 沒有辦法確定這個身分的話 案子就查不下去 而且只知道這個科姓老農夫 後來你知道在頭七那一天 竟然這個死者 男性死者的他老婆 他從來不看電視的 他想說他老公 怎麼失蹤那麼多天 是談生意怎麼都沒有聯絡 可是那天打開電視之後 畫面就映出來說 死者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怎麼會這樣子 那個不是他老公的衣服 趕快打電話去警察局 包含說他要去認識 果然一認就是他老公 Bingo 好這樣兩個人身分 都確定了 可是問題是案子還沒有突破 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排名節這個書記官 就跑到這個殯儀館裡面 就是把那個殯櫃拉出來 他直接把殯櫃拉開了 對 就拉一聽 竟然這個靈體跟他講 說他全身沒有穿衣服 穿得要穿 他不敢出來 他說你讓我出來的話 我一定去抓那個兇手 他就問他的家屬說 你沒穿什麼 他們就有 我錢拿給他偷公 就是那個藏儀社的 有幫他穿衣服 可是他怎麼這樣說 後來這樣 他家屬把那個濕帶一打開之後 果然光溜溜的沒有穿衣服 他們說奇怪 原來那個錢被藏儀社暗幹 所以他們就趕快再燒一套衣服 幫他穿好之後 對不對 放好進去 果然 你知道嗎 穿好衣服沒多久 他從裡面出來了 不是 他從裡面出來 是這個案子就有了眉目 有眉目了 警方在調查整個這個 也就是他出來幫忙 協助案子破案 對 他的靈體 已經去抓了那個兇手 因為他的警方在搜索這些 錄影帶畫面的時候 查到說有一輛車子 那一天就剛好開進去 這個芒果園裡面 根據這個車子就查出來說 原來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他們當初就種了那個桃花新木 那時候很有名 桃花新木那時候很貴 很貴 為了這個之後 他找了這個死者 叫做陳靜忠 因為他陳靜忠是一個園藝 做園藝的生意 就跟他講說你幫我來估價 剛開始他們講說這個很貴 這個價值有多少多少 可是一到現場一看說 這些桃花新木 根本不值那些錢 因為都是很小的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反悔 當初就跟他講說價值2000萬 一看到現場的時候 再跟他600萬 對方就很不爽 差很多 就在車上的時候 就拿著那個背包的袋子 去當場就把他勒斃 勒完之後 本來要去棄屍的過程之中 剛好又被這個柯姓老父 騎了摩托車來 以為是台電的人員 他看到這個柯姓老父來之後 一不做二不休 怕他募集證人 當場又把他勒斃之後 把這兩個人一起 把他丟到那個池塘裡面 沒想到白天是在法院上班 晚上的時候 居然幫許許多多人在這解難 可是我們說到 這陰陽兩界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常常 你看到一些節目當中 像玫瑰之夜 裡面就會講到陰陽兩界的 一些事情 但是講著講著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有些藝人像梁朝偉 他也有陰陽眼 沒錯 為什麼 早期玫瑰之夜 有一個鬼話連篇 這個單元 是我們台灣最早的靈異節目 在這裡面有很多真實的故事 包括金馬獎影帝 你看梁朝偉 電眼王子 他也來玫瑰之夜講鬼故事 你可以想像嗎 他上來講鬼故事 而且還說他有陰陽眼 他說他小時候 跟爸爸 媽媽 還有妹妹住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媽媽跟妹妹 很喜歡看一些鬼電影 他好害怕 所以他半夜 那個時候只有三四歲 很小 他說半夜要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都要房門打開 媽媽的房門也要打開 因為他很害怕 他說有一天晚上 他到外面去尿尿 上廁所的時候 你知道他上廁所 通常小男孩都不會把門 關起來對不對 他一邊尿尿 一邊發現 後面涼涼的 然後他就開始覺得很害怕 怎麼會這樣 往後一看 他先從地上開始看 他不敢往上看 結果從地上看的時候 他看到一塊白布 就在他的背後 白布怎麼會出現 然後那個白布的底下 有一雙腳 穿了一雙黑色的功夫鞋 聽到這裡就覺得很害怕吧 是 是個人跟在他的背後 他開始往上看 看到一半的時候 他嚇呆了 他不敢再往下看下去 因為那不是他家裡的人 不知道哪裡來的人 他趕快 好像在家裡面去 褲子拉起來 衝回去床上 躲起來 完全不敢講 連續三天 他其實都看到那個老人家 在他去上洗手間的時候 就跟在他的背後 而且一陣陰風陣陣 那一段時間 他不敢告訴爸爸 也不敢告訴媽媽 結果很奇怪的是 一個禮拜之後 他的爸爸有一天 傍晚的時候 在家裡拿了菜刀 做什麼 你知道做什麼 做什麼 衝到那個房門的外面就說 我告訴你 你不要對付我的小孩 有什麼事你就衝著我來 一直對著那個空中一直揮舞 他憑空在那邊揮菜刀 然後梁超偉想說 我又沒有告訴我爸爸 我又有見過 我爸爸為什麼知道 爸爸就說 你不要找我的小孩 我告訴你 你找我 原來他的妹妹 上廁所的時候 也看到了同一個老人 穿了一身白袍 一個黑的布鞋 跟在他們的背後 梁超偉說 從那個之後 他就知道他的妹妹看得到 他看得到 他的爸爸媽媽也看得到 原來他爸媽都看得到 不但如此 梁超偉還說 從小他搬了好多次的家 不論搬到哪裡 他們全家人都有一個默契 不要告訴任何人 我們要搬家 而且不能提搬家這兩個字 結果搬到任何地方 他晚上去尿尿的時候 那一雙黑布鞋 白袍 就出現在他的背後 跟著他們走 這聽起來好可怕 原來我們的金馬獎影帝 小時候就有陰陽眼 但是說到玫瑰之夜可 恐怖了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面講了很多的 真實故事 都讓當事人撞邪 當時的主持人是誰 是彭恰恰跟曾慶瑜 碰狗說有一次來賓 你看這影片當中 碰狗就在這個棚裡面 整個仲邪鬼上身了 旁邊 來 先是講話是許孝順 在另外一邊是尼淑君 主持人是曾慶瑜加彭恰恰 那許孝順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 怪怪的 你有沒有覺得他怪怪的 有 你看他現在有什麼回事 許孝順正在講一個 辛亥隧道遇鬼的故事的時候 碰狗突然全身發抖 你看 低著頭 他完全沒有辦法動 你看他的手在抖 接下來還有更可怕的事情 他開始嘔吐 然後整個人不斷的抖 不斷的抖 沒有辦法說出話來 所以他那時候完全自己 沒辦法控制自己了 你看...他要吐了 有沒有 他開始作嘔了 他全身不斷的發抖 順哥 許孝順 有沒有 他開始在吐了 這是非常真實的事情 很多年前就發生在攝影棚裡面 你想要攝影棚裡面錄影的時候 居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 而且當時就在講 辛亥隧道有一個女鬼的故事 當時的這個錄影就中斷了 許孝順還特別請老師 從外地趕過來 做了法之後 這個錄影就結束了 應該沒有事了對不對 平息了嗎 不是 應該是說這個錄影結束之後 女鬼沒有走 就跟著碰狗 那彭恰恰 你說還跟著她走 彭恰恰當時就跟工作人員 到餐廳去 一邊吃飯一邊開會 那個餐廳本來放的是西洋歌曲 當彭恰恰走進那個餐廳 他跑去洗手間 他要出來吃飯對不對 他一去洗手間 本來在放西洋歌曲的 突然有個女生哭出來 從那個麥克風的聲音哭出來 就是碰狗身上的那個女鬼 而且碰狗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一個月 他每天晚上都聽到那個女生 不斷不斷的哭 我們聽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看到在這個攝影棚裡面 常常有這些怪異的事件出現 不過說真的 人只要不做虧心事 夜半不怕鬼敲門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了秦塘藏高原 它的高度有5000多公尺 比我們的玉山還要高 但是現在大陸在上面 準備做一項工程 那項工程來說 其實難度可是非常的高 真的非常高 在高原上要架設 這樣的一個電線塔的一個工程 總共要蓋了3411個 上面架電塔 對 這樣的一個電塔 這也是大陸通往西藏 它的一個藏中的 蘇貝電變電網的一個 包括變電站的工程 這是全世界高度最高的 平均高度高達3750公尺 而它的一個長度 總共涵蓋了2785公里 你看範圍這麼廣 而在這個地方 青鋼杖高原上面 你看到這個全世界最大的 蘇貝電網 你要在這個世界的屋極上面 架設有人形容叫做 添入了這樣的一個 無線電的蘇貝電工程 那不是很容易 因為高原上怎麼樣 大風還有強烈的日曬 又乾燥 然後你在這樣的高寒又缺氧 空氣稀薄的地方 5萬名工人要這個 你看他爬到多高的地方 日夜間沉的這樣子趕工 平均在平地 要完成這樣一個 變電站的 這樣一個發射的電網基座 一個塔平均叫四天 平地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爬這個 還真的看起來輕鬆自在 我們如果開個車 跑到大雨裡 你去爬爬山看看 氣喘如牛 可能要背個氧氣瓶對不對 那邊的高度 已經就比這個地方還要低了 這邊還更高 所以當他們移到了 這個高原上面工作之後 你知道嗎 他們這樣子平均完成一個基塔 要12天 還是需要有氧氣瓶 還是要需要一個西洋一下 你看到沒有 所以你看他們 包括在芒堪的這個地方 芒堪的這個變電站 它是世界最高的 海拔超過4300公尺 所以他們才架設 這樣一個變電網的時候 你看構成塔架 總共1313萬個這樣一個零件 而且每一個零件 總共22萬個塔材 都要靠索道來運送 而且還要像他們這樣子 一隻手 一隻手 然後一隻腳這樣子爬 徒手的安裝 所以多危險這種情況 難度這麼高 而且他們這個變電的工程 橫跨的陸漿 濫漿漿 還有雅魯漿布漿 都是大漿大河 最近不是看到那個 長生機號火箭 站著天舟一號嗎 上了太空 事實上拖出這個火箭發射 成功發射離開地表是什麼 你看到那個火箭發射台 火箭發射台的這個精度 要毫離不差 火箭發射台 不是只載個火箭而已嗎 沒想到還要這麼精準 你如果那個精度不夠的話 它可能會超出它的範圍 導致火箭發射 沒有辦法正常的入軌 我試問你怎麼發射 搞不好你弄巧成熟還爆炸 所以也就是說 火箭放在那發射台上面 它連角度的部分 都不能有絲毫的差距 所以你知道那絲毫的差距 它最大允許的公差值是多少 多少 兩絲 電視器觀眾朋友 兩絲可能不太有概念 兩絲就是兩根蠶絲這麼粗 養過蠶的都知道 蠶絲非常細 比我們頭髮還要細 對 兩根蠶絲這麼粗 精度到這個 幾乎是1.5到1.6微米 所以是非常的精細 而且他們在裝 每一個孔架的時候 比如說73個孔 一個孔 一個孔 他裝到第三個孔 發現有問題的話 他馬上就要重新校正過 這個一出問題的話 就影響到整個 不是只有一個零件廢掉 是整個零件 包括整個發射來都廢掉 火箭就不能發射 所以其實看到大陸 這樣的一個機密技術 讓我聯想到 日本的機密技術 也一直讓世界各國 包括一直是機械工藝 領先的德國在內 非常的好奇 好像也沒辦法破解 你來看看日本人的 機密技術 加工技術 你看他本來這個 平平的金屬平面 是好像完全無縫對不對 怎麼完全沒縫 怎麼輕輕按一下 好像會浮出 浮出這樣一個浮水印的 金屬的這個英文字體對不對 你看這一排也是一樣 你本來看到是一排的金屬字 然後上面的一個金屬平面 上面有一些英文字 它的一個你看到 它的鉛合的這個細間 非常的細 你看他把它拉出來的時候 是具體狀的 全部都不見了 對啊 密合都非常細對不對 合起來非常完整 感覺就這樣子很平滑 根本沒有縫隙 可是看不出來說 他到底怎麼這樣做到 這樣的一個精細 而且日本還有所謂 對 被人家形容像智慧魔晶一樣 一個神祕金屬 你看到這個金屬 他在把它拉開來的時候 是一個一整塊平平的 這樣四方的一個金屬塊 但是你知道嗎 這四個金屬 反乎那個金屬上面 有記憶功能一樣 它整個又合回去 又非常的完整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外國人現在都覺得很奇怪 這樣的金屬裡面 究竟暗藏了什麼樣的機關 你有沒有看到 它整個形狀 整個拆開來 一拆整個就分解掉了 整個分解掉 而且分解完了之後 又能夠像剛剛我給大家看的 這樣整個合在一起 像一個整個完成的金屬塊 看起來拉起來 好像又有軸承 有駕鏈在那邊一樣 所以國外的工程師就很好奇說 日本是怎麼辦到 像智慧魔晶這樣一個精準程度 而且不曉得它的差距 到底誤差了精準範圍有多小 我們看到日本的工藝技術 這麼樣的先進 但是我們說到 歐洲的工藝技術 一定要想到德國 德國的車子好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德國的車子來拉一架 A380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飛機 它拉得動嗎 那怎麼可能 廣體客機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A380空中霸四 結果就有不要命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牌子很有名 Porscher對不對 他就講我修旅車 以小博大 廣體客機 修旅車馬力怎麼夠 A380心裡想 我以大欺小 好啦 我們遊戲規則 只要能夠移動幾公尺 這幾公分不算 要幾公尺 這微微的移動多少會 因為你輪胎 你是用輪胎在拉 那我們就看它能不能拉幾公尺 你到後面就有點跌破眼鏡 不對 它真的拉中這架飛機 立剛 我現在來PK大分析好不好 這個A380至少快300噸 70多公尺長 而前面的那台Porscher 凱燕的這個修旅車 它了不起也不過最多兩噸好不好 但實力相差了 將近也有100多倍 以小博大 真的以小博大 誰說以小七大是不是 接下來這個 這才2000cc的修旅車耶 等一下 這輛車子在做什麼 這真的播出來 讓人家看了覺得 這是不是作弊啊 可是它怎麼在拉一列火車 這一列火車至少有100噸 而前面的那台車 它只是2000cc的一台修旅車 跟剛剛那台Porscher 就馬力沒那麼大了 但是你看 人家不是只是來拖個 40幾公尺好玩而已 人家拖了10公里 而且人家走在填軌上 你再從高速往下看 會覺得這真的是火箭軌 那這樣子的話 那根本不用火車頭啦 直接用汽車就可以當火車頭了 是 好 但是看完這兩個 這只是我們給你看的一個點心 因為接下來這個 那才真的叫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Toyota和這個模型公司 互嗆 當然這是一個噱頭 互嗆 你看上面那台車是真車 下面那是它的模型車 說要用模型車 遙控車來拖到這支車 怎麼可能 他說你這只要你移動一公分 我算你贏 結果我們跌破眼鏡 等一下 這麼多小車還拖這部大車 真的拖得動 你看看後面那台Toyota 前面那個全部都是它的 好像那個什麼 小人國對不對 這個畫面大家看一下 反差之大 你前面那個是後面那個 只有它的幾公斤你知道嗎 來... 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前面它的模型車 只有3.2公斤 你知道後面那台車幾公斤嗎 多少 3.2噸的皮卡 所以一開始他們兩個在互嗆說 要用模型車來拖它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你這個是什麼 智商有問題 但是我告訴你 一隻筷子折不動 15隻筷子 你可能就折不動 同樣團結力量大 15台車越來越 你看那個鋼繩就這樣 然後移動出到這個 汽車廠房外面了 厲害吧 好 我告訴你 這個貨櫃車擋住你 你還能等嗎 不能等吧 要有人拖走才行吧 那貨櫃車應該是要拖車來 好 有人來了 擋到你路是不是 好 我把它移動一下 可是怎麼不來一個人移動 不對吧 這一定是紙糊的 這是紙紮的 我不相信這真的 他只是用了一個油壓推車 就能夠把它貨櫃移走嗎 你想要看這種油壓推車 一般都是在賣場裡面 在推一些貨物用的 對啊 他怎麼會用來推貨櫃車呢 結果那個貨櫃不是紙糊的 也不是特效 那真的是20噸的貨櫃 原因就在於它下面的那個 液壓 油壓的那個推車有沒有 一個人可以拉得動 讓你一個人就可以拉得動 它可以把你的力量放大 數百倍 甚至上千倍 但立剛 你會不會移的洞停不下來 慣性 20噸的貨櫃 對啊 要停住比較難 你該不會是 要能夠推得動它 但是停下來很難 告訴你 它竟然可以利用空氣的自動 來讓它刹車 所以下坡也不用怕 這麼強 對 好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真的有貨櫃擋到你 不用怕 一個人就要打掛 但是真的有得騎機車的人 看不到 有 看不得有東西擋它 飛機要擋我 我直接給你揮過去 大家看一下 來 這是個特技表演 但是問題是 它要表演什麼特技 飛皮卡嗎 不是 重點是後面那台飛機 它要飛越皮卡之後 還要剛好在飛機 從它下面穿過的時候 它剛好飛過去 這簡直是玩命 但是這些所有的人 他都做到一件事情 你以為不可能 他們都辦到了 我們看到不可能的事情 都有可能在這些上面 成真出現 可是我們說到 人的生活當中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的存在 說到雙胞胎好了 雙胞胎跟雙胞胎之間 會心靈互通嗎 是 立剛 我們都覺得雙胞胎之間 好像常會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感應 好像 你看 這個人都 你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 同時 他打噴嚏 就突然兩個人會同時打噴嚏 怎麼會這樣算鳥不差 這會太奇怪 如果你說他們中間 沒有一種聯繫的話 這好像說不通對不對 哪有這麼剛好的事情 如果你不相信這個的話 其實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我跟你講 另外一個也是一對雙胞胎 你看這兩個走走走 看東西對不對 你看兩個同時掉下去 不疊著也還一疊雙 你看兩個同時踩空起跳 你是有這麼剛好的事情嗎 疊下去的速度時間都一樣 是 所以你說雙胞胎以頭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心靈感應的存在 但是立剛 我接下來要講這對雙胞胎 這個心靈感應 恐怕就讓人家覺得有點可怕 怎麼說 你知道 這對雙胞胎的姐妹 她們本來生在新印度群島 後來移民到英國去 可是你知道嗎 她們三歲以前 姐妹兩個都不講話 都不會說話 都不會說話 三歲以前 到三歲還不會說話 對 不會講話很怪對不對 是剛好怪 然後你知道嗎 曾經看過他們的醫學專家說 說什麼 其實這對雙胞胎姐妹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我只能用一種 一個東西來形容 就好像看到僵屍 把他們形容是僵屍太過分了吧 因為他們的行動 什麼都很奇怪 那個眼神也都非常詭異 然後這姐妹你知道嗎 她們從小 就開始在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然後他們如果有外人在的時候 他們是會講英文沒錯 可是如果只有 她們兩姐妹在的時候 她們居然會講一種 她們自己的語言 等一下 她們自己的語言 意思是說這種語言 是別人都聽不懂的 別人完全都聽不懂 我跟你講 聽起來有點像鳥叫聲這樣 鳥叫聲 是 你知道她們 後來科學家為了去證實 她們到底是講什麼語言 還特地就是 趁她們獨處的時候 在房間裡中 不斷地去偷聽她們 彼此在說什麼 有沒有聽到什麼訊息 我跟你講就是聽到她們自己 創造一種特殊的語言 然後這種特殊的語言 其實是由她們自己 一個邏輯存在 然後她們兩個不斷在溝通 彼此之間的事情 他們很詭異 她們從小就在想一些 犯罪的事情 甚至你知道 妹妹曾經想要用電線 把姐姐弄死 然後姐姐也想把妹妹 從橋上推下去 怎麼會聽起來這麼邪惡 這很奇怪對不對 然後她們滿導在 兩姐妹怎麼會這樣子 滿導在一直想著犯罪的東西 甚至到14歲的時候 她們開始共同創作犯罪小說 你知道到18歲的時候 她們已經出了好幾本 這種犯罪故事小說 因為覺得很奇怪 這麼小的小孩子 為什麼天天想這些東西 後來很奇怪 這個妹妹 Jennifer 她就預言她自己會先死 為什麼 不知道 好像就是某一種感應 結果果然沒過多久 她突然急性心肌炎 就死掉了 而且你知道 妹妹死掉之後 姐姐中突然就變好了 完全就跟正常人一樣 我們看到這世界上 這麼多事情 讓人沒辦法理解 但是說到雙胞胎 她們的心態上面來說 有的是正向的 有的卻是反向的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玩硝飛車 非常的刺激 但是雲霄飛車 在那旋轉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仔細看過 每個人臉上的表情 很多人其實都不敢玩 遊樂園的雲霄飛車 但是國外就有人 這個雲霄飛車在玩的時候 整個臉上的表情 都被人家惡整整個拍下來 超經典的 你不管看到是左邊那個人 是在暈厥 昏眷的這個當中 另外一個右邊的人 似乎已經好像沒有意思 可是他眼睛整個閉著 整個在玩雲霄飛車的過程 所有的這個表情 臉部的怪異的這個面容 全部都被一清二楚的拍下來 拍下來之後 大家才說原來玩雲霄飛車 可以玩到這樣子 感覺上好像快休課了這個樣子 事實上這個雲霄飛車 真的是非常刺激 難怪這麼多人 這個前鋪後繼 就算怕也要玩到底 但是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人是老兄是戴上VR的眼鏡 還戴上耳機 他在大賣場 開始去享受雲霄飛車的樂趣 結果沒想到 有個人在後面推他一把 他嚇得以為 他從雲霄飛車滑下去了 怎麼會這樣子 太逼真了 他戴上VR這個眼鏡 然後你看 他腳還在不停的抖 還在那邊掙扎 他想說可能要抓東西 抓不住 他站不起來 他不是站在地上 怎麼搞到最後整個人 趴在地上這樣 腳都軟掉了 你不要忘記 他旁邊還來了兩 三個人扶住他 他的臉上 頭上戴的VR這個眼鏡 沒有拿下來 他一直以為他在那個情境當中 所以太入戲了 也太逼真了 所以當人家戴上VR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不要嚇對方好了 我們看到這場場景 看到這場畫面 如果真的在VR的世界當中 你有時候還要搞清楚 自己所身處的狀況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大家會注意到一則社會新聞 一個才女作家 她親身了 但是她親身的最重要原因 跟她補習班的老師 可能有什麼關係 她甚至寫了一本書 全部都寫在那書裡面 但是在上個禮拜 我們所有的媒體 都遭受到一個非常大的黑手 而那個黑手的控制之下 讓所有的媒體都晉升了 不過在今天你就注意到 高雄市議員發聲了 是 立剛你有女兒嗎 我也有女兒 而且我女兒現在正在念大學 經歷過補習的那段時間 所有的家長對這件事情 都非常的憤怒 為什麼憤怒 原來我們的孩子到補習班去 不只是在上課 很可能會遇到狼狮 所以這個女作家 在她的書裡面 她為什麼要把她的親身經歷 寫在這個書裡面 她特別有強調 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 但是立剛 在我跟你在談論 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相信可能又有新的女學生 成為受害者 好 今天高雄市議員蕭永達 已經公布這個狼狮的名字 他還講了一件事情 我好害怕 所有的家長今天都很害怕 我要強調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案子 不是在討論人家的隱私 我們在討論是身為家長 身為孩子 我們的權益在哪裡 因為蕭永達講說 除了這個狼狮之外 在補教界 有一群狼師 什麼 補教界居然是有一群狼師 存在於這補教界當中嗎 而且我真的難以想像 你們不就在這教書嗎 你有這麼多時間去把妹嗎 寫了一堆 跟這些女生曖昧的文字 好 這幾天就有女網友 她把她親身經歷PO在網路上 她就提到了在台南 有一個數學名師 這個老師跟他之間LINE的對話 我做媽媽 我看了 我都快瘋了 你看一下 這是這個女學生 跟老師之間的一些對話 下大雨 老師竟然主動跟她講說 其實我開車離開時發現下大雨 沿路要找妳 要載妳回家 卻沒找到 妳是不是凌晨落湯機了 這個話聽起來好像很溫暖 好像這個老師 對女學生很關心是不是 是 沒錯 好像是這樣子嗎 結果呢 好 何時我們有機會 無需再補習班 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們也不一定要 再補習班見面 我們也可以不再補習班見面 等一下 正常 正常來說 為什麼會無需再補習班 有問題在補習班解決 有問題在補習班問老師就好了 你想像你的女兒 接到老師這個LINE 接下來更可怕 好吧 好像我太自私了 這個老師在暗示什麼 什麼意思 暗示的不是老師跟學生 你明天會來嗎 周六去車上解題 好嗎 你這個老師 你要去看心理醫生了 你知道這些學生才幾歲 才十幾歲 你幾歲 很多都是未成年 對 他們對男女之間 他們可能都懵懂未失 你在講什麼 你教數學需要到車上去解題嗎 我真是不了解 我看了好生氣 好啦 辦公室 你說得對 這根本從頭到尾就是一個 把妹文 這個老師到底在幹什麼 這數學老師有沒有 從頭到尾這有三張 我要是在車上教你 會不會很怪 這老師你問這種問題 就是很怪 你是在自己跟自己對話嗎 你看這些女學生很少的回應 他說謝啦 但我還好啦 反正有沒有 我以為你走路 女學生就回話說 女學生的時候已經覺得怪怪的 但是老師用盡了各種方法 想要追求他 我們為人父母的 我們看到這些LINE的對話 你第一時間你一定會想 我的女兒不會告訴我 真實的情況 為什麼 什麼叫右肩這兩個字 在法律上意思是 他畏懼這個對他來說 有影響力跟有詮釋的人 尤其是老師 所以你看這女學生 她的對話很少 大部分都是這些男老師在幹嘛 根本就是在各個女學生 把妹 男主角年輕時和我好像 這個我就不要講了 最近限制級了 這個老師你看看好不好 下次我要這兩個字 你瘋了嗎 你瘋了嗎 你幾歲了 然後你對這樣女學生 我做母親我都受不了 你看連女學生都說 好噁心你 這什麼對話 這是數學老師跟一個女學生 之間的 等你穿裙子 我也不當證人君子了 你看 你評評理 這話語當中 這不是我做媽媽太敏感 這做爸爸都受不了 當然 我好想看 穿給我看 越短越好 這還是老師 傳給學生的字眼 你這數學老師 你解哪個題你 是不是 除了數學老師這樣 不是 這幾天 這位 各位看一下 這千字文 怎麼寫得滿滿的 這化學老師需要這樣解 這是化學老師 化學到底說 也是一個化學名師 這個裡面應該不是寫 化學的公式吧 我就不用一段一段的唸了 要說對不起的是我 我太超過了 我也想過這樣 是否讓你有壓力 請你看一下 這是老師跟學生之間的對話嗎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嗎 是 我不了解這個化學老師 跟一個女學生之間 需要這樣千字文嗎 好 說到這裡 我剛剛再三樣的強調說 我們在討論這個案子 不是在講人家的隱私 講的是我們的權益 之前在桃園 就有一個數學老師 三十幾歲 他在這個女學生 十歲的時候 各位 女學生十歲 是一個什麼概念 他就是一個小女孩 什麼都不懂 小學四年級 他就幫他補習 他竟然愛上 這個十歲的小女孩 他一路幫他補習 補了三年 等到這個小女孩生到國一 是不是十三歲了 他竟然跟家長講說 你女兒數學不好 我要對他頒一對一的補習 這個家長聽得好開心 數學老師要對他一對一補習 對不對 每個李布埃武的晚上 他的女兒就留在補習班 跟老師一對一 一對一下去之後 有一天 這個女學生的媽媽 就在臉書上看到 這個老師傳一個私訊 給他的女兒寫什麼 寫什麼東西 這個小孩只有13歲 你又是什麼問題 一個34歲對13歲的人說 我好害怕失去你 你去哪裡了 要跟我報告 我要再說一句 這樣的老師不但要負法律責任 真的要看心理醫師了 這個媽媽好生氣 就問女學生說 老師有沒有對你怎樣 女學生才說 有 他跟我有三次 最後這個老師被抓到 上法庭之前 還跑去偷偷跟著女學生講說 你不要告訴法官 我們有做什麼事情 不要講 你如果講 我就親生 他就威脅這個女學生 後來女學生上了法庭 是爸爸媽媽再三跟他講 你必須說10號 才把這個老師揪上了法庭 負了法律責任 這個數學老師的行為 我們瞠目結舌對不對 但他不是第一個 在桃園另外有一個化學老師 他在一個私立學校 教這些學生化學 他搬上了一個國三的女學生 15歲 才15歲 他就帶著這個女學生 有9次帶著女學生去摩鐵 去摩鐵 這個老師都幾歲了 後來是被這個學生家長 發現之後也是告上法院 結果老師一樣哭哭啼啼 跟這個學生家長懺悔說 我是一時為愛沖昏頭 我不瞭解 你怎麼會愛上一個 15歲的女學生 結果這女學生說什麼 說什麼 老師就說 就是我們兩個人是相愛 是談戀愛 你相信這是談戀愛嗎 這女學生才15歲 她懂什麼是愛情 這個人是她的老師 最後還是告上了法庭 你知道每一次 這些老師一出狀況 學生就天人交戰 前面那個案子也是 女學生要把老師告上法庭 這個學生哭哭啼啼的說 我也沒有說不願意 老師就說我們是在一起的 我們是談戀愛 是真的談戀愛嗎 一旦告上法庭 這個老師還威脅女學生說 你不要說出去 你說出去的話 他會怎麼樣 我就要輕生 我就死給你看 女學生的壓力有多大 他們才13歲 另外一個才15歲 他們要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而且他們了解 什麼是愛情嗎 他們又了解這個老師 對他的壓力有多大 不過話說回來 不是所有的老師都這樣 很多補習界的老師 對學生是很好的 把這些學生 就當做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孩子一樣 所以我必須講 我是學生的家長 我希望這些狼獅被揪出來 而且我希望我們的孩子 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 接受補習的教育的 我們看著我們台灣的社會 你可以注意到一點 補習的業的興盛之下 其實有些老師 他本身的品性就是非常的差 差到沒有辦法待在學校裡面 而這些人最要流露到哪去 到了補習界裡面去 到了補習界之後 沒有任何的法律約束之下 他們在夜深人禁時 他們怎麼樣迫害 我們台灣的一些幼苗 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 像那位天才女作家 他最後遇到的就是這樣的狀況 可是你看到事情發生之後 這些狼獅還想盡辦法 要把事情給掩蓋掉 勢力剛 其實讓我們覺得很悲哀的事情 我們談到這件事情都很心痛 可是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你知道嗎 曾經寫過沉默 就是台灣某特教學校 集體性侵事件 這篇文章的陳昭如 然後陳昭如 他在女人迷專欄裡頭 就提到過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如果看到這個故事 你會發覺跟這一次 天才女作家的故事 幾乎是如出一策兒 出奇的像 他同樣的 這個女主角 他也是本身 因為我們要保護他一定要用化名 然後結果 他就是學校主任 一直非常關懷他 一直照顧他 你知道小女孩 他根本不懂什麼是感情 也不懂什麼是愛情 然後慢慢就覺得 這樣子好像對他有一點感覺 因為對方很關心他 結果就這樣 慢慢兩個人越來越親近之後 有一天 學校主任就把他帶到一個 旁邊都沒有人的地方 然後就開始對他上下起手 你知道他當時不知所措 他突然覺得自己 好像一個陶瓷娃娃一樣 然後就一直被人家 很安靜的撫摸 撫摸 撫摸 然後到最後 突然他發覺他的衣服 也被人家脫光了 然後就被性侵了 然後被性侵之後 他完全不知道 怎麼去應付這種東西 他只好說服自己說 其實我是愛他的 我們是相愛的 我們是應該要在一起 他只好這樣去說服自己 不然的話他沒有辦法去理解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結果就這樣子 他以為他自己在交一個男朋友 結果後來發覺對方 開始慢慢對他冷淡 然後對方甚至跟他約的時候 就爽約了 他也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 其實心裡頭開始糾結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有一天他發覺 他其實是跟另外一個 女孩子在一起 又用同樣的方法 跟另外一個 跟他年紀差不多女孩子 兩個又出裝入隊 因為他的狼爪 又伸到別人的手那邊去了 是 然後結果他又 他才知道自己完全被騙 完全就是這樣 喪失了自己無辜的天真 所以這種事情 真的讓大家覺得 非常非常的恐怖 可是問題是立剛 這種案例多到 我們恐怕永遠講不完 之前在板橋也是一樣 你知道才11歲的小女生 當時就是有一個人 他開了一個美術班 他自己是美術老師 去教很多女學生去學畫 然後學畫 有一個11歲的女學生 他因為他是來自單親家庭 他一直覺得媽媽 比較喜歡姐姐不喜歡他 然後心裡頭 其實已經壓力就很大 然後這個時候老師對他很好 然後所以他就 很自然而然就會比較依賴老師 結果老師就趁 才11歲的小女生 他就直接把他帶到無人處 就叫他幹嘛 就開始對他做一些 威脅的動作 甚至帶他看A片 然後叫他做種種 不堪入目的事情 這個美術老師居然做 這樣當場的事情 是 這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你知道 他後來甚至還拿性感內衣給他 叫他穿 他說你穿我一次給你500塊錢 還好這個女學生拒絕了 他一直不敢跟他媽媽說 因為他跟他媽媽之間 關係並不好 他怕如果一旦說出來之後 他媽會覺得 都是你自己不檢點 都是你自己做壞事 才會變成這個 不然你姐姐怎麼不會 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他一直不敢講 你知道這個時間長達多久嗎 長達三年 什麼 這麼長的時間 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然後結果到後來 是因為另外一個女學生 這個老師居然直接 傳LINE給他說 陪男生出去一小時 一次2000塊 你如果你願意參加 或是你的朋友願意參加 你就告訴我 一個老師怎麼會 傳LINE給女學生 做這樣的事情 這實在太扯了 所以這個女學生就生氣 就直接去報警 這是絕對正確的行為 本來就應該要立刻去報警 結果你知道 警方一開始去查查不出 因為光這樣子 你很難去告他什麼罪 結果後來是警方 然後一個一個去問他們 班所有女學生 這個女學生 那個11歲的女學生 才告訴他說 這個老師對他這樣情況 已經三年了 每個月至少四次 你看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麼年輕的女孩子 就已經被人家蹂躏成這樣 但是我必須講 另外還有更可怕 你知道 在台中 台中有一個人 他自己開了補習班 然後自己教自然 順便接娃娃娃車司機 那些都是10歲 11歲的小女生 結果他對12個女學生下手 而且是完全不避諱 對 甚至當這些女學生 都在一起的時候 他一樣做這些威脅 甚至性侵的動作 你知道嗎 他前後去估算 這次算出來 至少超過1000次以上 這樣的行為 然後時間整整長達4年 那多少的學生被受害了 總共12個以上 到底有多少 其實已經沒有人知道 他後來被判4613年 聽起來很多對不對 我跟你講 根本沒有什麼 因為台灣最高要整個 讓他做30年 所以有什麼用 所以就是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社會 造成了這種永遠的傷動 然後沒有辦法彌補 但是在這一次 我覺得最奇怪的就是 我們的衛福部 以前發生過種種類似的事情 衛福部都無動於衷 這一次突然 在這次天才女作家的事情 一發生之後 他馬上中午 第一時間 對 我跟你講 第一時間 我們中午已經啟動自律協調了 是基於尊重使者 這是他的講法 然後各來一役不揭露變帽 引力姓名方式處理 然後ACC也提醒轉達 衛福部對此案語 性侵害防治法的關切 其實你看他這邊的文章 這邊有一篇公文過來 我跟你講 要求各新聞 發動新聞之旅 一併轉知新聞集 同事 對 請大家一起注意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寫的 剛剛接到衛福部來電 那就是某某某的這個案 應涉及性侵 報導方式請謹慎 可是重點是衛福部 這個時候來電給客人 要求各媒體謹慎 第一個 你這是不是干涉新聞自由 第二個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以前我們剛剛提到 我跟盛美都提到這麼多的案例 你們哪一次做了這樣的動作 你有做過嗎 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在新聞就二十幾年 我從來沒看你幹到這裡 所以表示衛福部要保護某個人嗎 如果不是有什麼特殊的關係的話 我真的很難想像 衛福部不然積極到這種程度 早上才發生聲音 中午馬上就立刻啟動 所有的自律機制 這讓我們覺得 而且我跟你講 根據新建案防治法第13條 他不但可以處罰你 他還是累罰 裴福縣只要你犯 我就一直累罰 所以嚇了一大堆媒體 經過很慘 就是這樣發生的 更奇怪的就是 網友直接去肉搜 肉搜出來之後發現 收出來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這位被指名的 這位補教名師 他另外開了一個文創公司 這個文創公司 從2004年開始 居然接了273件政府的標案 哪個單位的 我跟你講 有衛福部的 有中游的 有一大堆的 都是政府的標案 你看這個補教名師 他跟政府的關係 一定非常良好 我跟你講 他一年可以 他是一個只有10個人 500萬資本額的小公司 結果他居然每年 至少可以接2 30個 政府的標案 很多還是限制級的標案 我跟你講連天下商周 這些大出版社都接不到 他居然都接到了 他這個補教師就可以接到 所以我們覺得莫名其妙 如果不是你有特殊的關係的話 一個500萬資本額 10個人的小公司 你憑什麼跟這麼多的大公司 去競爭 你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嗎 在我看來 唯一特別厲害的地方 可能就是你的背景特別厲害 我覺得衛福部 你這次如果再沒有辦法 給我們所有人一個交代的話 你就是這一次 女作家之死的幫助 我們看到為人師表 做出這樣子 龜龜和骯髒的事情 這些人不該為人師表的 但是我們說到這兩天 武林界的一件大事情 看到那太極師傅 可被人家給打趴了 現在這時候 有人出來嗆瞎了 李朗 現在格鬥狂人 徐曉冬已經像是電影 周星馳的破壞之王裡面的情節 像這個大師兄斷水流 在擂台上的囂張 罵人家是垃圾 還要趕進小學 結果你看 裁判就是奔雷守文泰來 你當他是假的 雖然一拳就把這個 奔雷守文泰來給撩倒了 但是也激起了其他的台上 所有的評審 包括這個白鶴派的掌門 還有鷹爪派的掌門 這些都是評審的 不滿 全部都跳到這個擂台上 跟大師兄斷水流 要做一個 一場你死我奪的爭鬥 現在這個情況 我剛剛跟大家介紹了 這個破壞王的電影場景 就像是現在徐曉冬 他這個格鬥狂人 太囂張的情況之下 怒嗆中國大陸所有各大 武林各大門派 怒嗆傳統武術 結果因為這樣子 現在有如各大門派 要圍攻光明鼎 所有的這個門派 都要出來挑戰徐曉冬 各門派的高手 幾乎一個一個在網路上發聲 徐曉冬他說他跟另外一個 電視節目製作單位 已經講好了 準備出120萬元 他要做什麼 他要挑戰傳統中國武術的 各大門派 而且要掌門人 他要挑戰各大門派 而且他說一個晚上 他就要撂倒 兩到三位掌門人以上 才算他贏 所以不管輸贏這一場比賽 勝負都可以拿到 這個120萬元的獎金 各大掌門人 豈不是真的要決戰光明鼎 記者就去訪問李連傑了 李連傑他是推廣太極 跟這個大陸首富馬雲 他推廣太極不遺餘慮 李連傑後來就被記者問到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李連傑他就講說 現在有很多的太極 要出來推廣 他是很支持的 你看到李連傑 他就是從傳統武術 走向這個大螢幕 後來又成為 最佳的中華武術的代言人 現在看到很多的太極門派的 各路高手 都要出來挑戰徐曉冬 他也支持 所以你看到這個李連傑都看不下去 不只是這樣 現在據說 中國大陸河南松山少林寺的 第一護法 四言訣 第一護法算是什麼地位 就是第一武生 也就是說這武功是最高強的人 他也在網路微博上面 回應徐曉冬的這個做法 和怒嗆各大門派 這個四言訣他就講到 年輕人生死格鬥 這樣一個不限規則 是要人命的 對這個傳統的中國武術 應該抱持心存敬畏之心 他接受徐曉冬的挑戰 寫下戰帖 他真的要接受挑戰 他真的接受挑戰 所以大家對趙林第一高手 這樣一個最強的武生 四言訣 接受徐曉冬的挑戰 拭目以待 不只是這樣 徐曉冬不是在嗆太極的時候 我昨天講過太極有很多的 至少七個派系 七個門派 包括電影太極都演過了 陳家溝 陳家全 在河南溫縣 陳家溝 太極拳 昨天我們看到陳志強 他是不是把95公斤的 級別的外國人 中級格鬥 直接料倒在地上對不對 沒錯 結果今天網路上 包括陳志強在內 韓飛龍 還有他們的師父 陳向武坐下弟子 王戰軍 黎光靜 這幾個高手 聯名全部接受說 要接受徐曉冬的挑戰 這麼多人要跟徐曉冬打 尤其是陳家太極拳 這個遠遠流長 從我們看到電影的畫面 就知道說在大陸太極 發揮的是非常發揚的光大 現在他們也認為說 徐曉冬是侮辱到太極 不只這樣 傳統武術 遺失在網路上還有一個門派 空銅派 這個我們在金庸武俠小說 包括這個 倚天圖文劇才看到這個門派 有一個弟子叫秦玉龍 他也在網路上 帶他的師父發言 他就說時間由徐曉冬來挑 地點就在空銅山 到甘肅平良的空銅山 這樣的一個雷聲風劇 決意指戰 生死也是不限 遊戲規則也不限 就是說不管你什麼 反正生死就打到輸為止 看來現在武林各派別 大家都已經發火了 你要知道 雖然武林各派發火 徐曉冬好像無動於衷 他老神在在 他還是點名 他特別點名幾個太極高手 包括王戰軍 等一下 他還點名人家 還有李天津 李天津是誰 李天津是馬雲 他身旁的貼身保鏢太極高手 王戰軍又是誰 王戰軍據說他的爸爸王錫安 是成家溝的成家太極拳 第十九代傳人 本身王戰軍也是一個太極實戰 第一高手 他也點名要挑戰他 一個一個還包括要挑戰 中國大陸說 徐曉冬說 現在中國大陸很多的老百姓 都把這個義龍捧為武神一樣 人人追捧他 他就不信 他就要挑戰義龍 連義龍都要挑戰 好 大家就覺得有好戲可看了 義龍本身他自己怎麼回應 據說疑似在微博上 有義龍的微博 回應說 中華武術博大金聲 博大就是在情懷 金就是在鑽研 聲就是在歷史 這些什麼無情懷 無實力的這些小輩 鼠輩還在那邊造次 沒問題 不要多說這些廢話了 不服來戰 一次這個義龍接受這個 徐曉冬的挑戰 所以現在他幾乎激怒了 中華傳統武術各大門派 而且他不只是要來挑戰 整個大陸各門派武林 甚至想要來跨海挑戰台灣 他連台灣都要挑戰 昨天第一時間消息傳出來說 我們在台灣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陳吉思汗健身俱樂部的 館長陳之翰 經常在網路上也PO出很多的 他們健身訓練的照片 一次說徐曉冬還挑戰他 但是今天陳之翰出面他有講 他說他不是要來找他對他 他是要找他來talk talk 現在兩個人要激起什麼樣的火花 徐曉冬後面又有什麼樣的發展 真的是令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看到徐曉冬現在這個時候 他是為了想紅嗎 還是說他為了要打遍天下無敵手 在這個時候到處下戰天 許多人都準備要跟他接戰了 但是我們說到他們 現在這種格鬥賽當中 是不用任何的手腕 只要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結果 就是要求得勝利 但是志祺你也是這個館長 我想問一下 徐曉冬他這樣的作為之下 你覺得再來會變怎麼樣 我們先介紹一下徐曉冬這個人 他在2001年 算是中國第一批接觸MMA的 綜合格鬥的 但是有一陣子 他就比較銷聲匿跡了 其實在職業格鬥圈裡面 是沒有這個人的 職業格鬥圈裡面沒有人 他沒有在打職業比賽的 到大概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才開始發聲 因為他發聲就是 先電這個一龍 說一龍打得很怎麼樣 當然要挑戰 就挑戰那個最強的人 所以大家都注意到他 原來還有徐曉冬這個人 然後他因為開始有了 觀眾錄之後 他就做他自己的節目 第一集他就講到我了 不過還好他沒罵我 然後在第二 三集之後 他找到了一個大尾的 這個大尾是什麼 趙繼龍 趙繼龍他是海龜派的一個 他號稱自己是實戰武術家 實戰的 在央視有開節目 叫體驗真功夫 然後他就在他大概第三集的時候 把他邀到自己的節目去了 他邀到節目上 準備要 徐曉冬自己的節目 沒有 他們是很客氣的 本來是坐下來聊天 聊到一半之後設了一個套 徐曉冬就跳上去 你敢不敢跟我打 什麼 徐曉冬故意的吧 擂台上面那個就是徐曉冬 然後在下面的穿西裝的 要走就有一個 走出螢幕那個 那個照耳 不 這個 這個照耳 現在這個照耳 對 然後他不打 然後外面的 他一直上去你看 徐曉冬還在上面 顧一個挑釁他 一直挑釁 然後徐曉冬的特點就是 髒話連邊 然後都一直講髒話 但是趙繼龍就是不上去 趙繼龍不上去 對 後來就是 雖然徒弟說 徒弟要幫他打 但是他還說不要 我們走 適食物者為俊傑 他就走了 走了 走了 還好他走了快 然後另外一個 就比較可憐了 有一個叫雷弓的 雷弓的他說他可以 單手破裸腳 這個是徐曉冬在做裸腳的樣子 所有的裸腳 背後裸腳我們來示範一下 立剛我們跑到他的背後 這個上來 再來比如說你看 有些人會這樣做 他的作用是 第一個 不能呼吸 第二個 兩邊的動脈 這個血液沒辦法 跑到頭腦上面 所以一切都昏倒了 腦就缺氧了 所以如果有些比較笨的這樣 你看 你拉我的手 就把他拉下來 拉下來我就 我就伸一隻手 你就可以破我裸腳了 但我如果是比較高招的 比較標準的 其實做這樣 手就不見了 對 就沒辦法破這個裸腳了 這樣沒辦法呼吸 是 所以第二個雷公 還真不能呼吸 對 我不能勒太緊 勒太緊 連講話都不能講話 然後其實雷公也比較單純 就是因為我們一般 在做這種比賽的時候 要趕快講規則 比如說我是太急的 我倒到地上之後 隊友比較不利 我可以去規定說 我們只打戰力 最出名的 一種格鬥就是在當初 這一場要100萬美金 所謂的職業選手 他們是有錢才打 這個是沒錢打 我們就常常在講 你打沒錢是最沒意思的 這個是打有錢 一場100萬美金 打了還有錢可以賺的 那個時候 然後當初他們就為了 這個規則兩邊的團隊 喬很久 可是我看照片上面 珠穆倒在地上了 對 珠穆利用規則的漏洞 什麼 規則漏洞 其實阿里他們已經很小心 提防珠穆了 比如說珠穆有一招 很出名的叫鹽水斬 跳到空中用腳踢你的後腦 但是阿里發現了 說你這招不能用 另外又有一招 水平的砍這個咽喉 也說不能用 最後只剩下這一招 最後就變成阿里踢了 對 珠穆就一直踢阿里的腳 阿里笨笨的 其實在規則裡面有說 阿里可以 根本不敢落地了 可是阿里是拳擊手 他本來腳的部分來說 就沒有像他們這麼強 他根本就沒有對 踢腿的防禦 因為拳擊手 沒有人會踢你的腿 對啊 但是他們在規則裡面 有規定就是說 阿里可以去打地面的珠穆 但是其實阿里不太敢打 所以會造成這樣一個 刺激的 因為拳擊賽通常是 高度都在你的世界範圍 沒有人往地上去打的 對 那這一場就是 很經典的 雖然打到最後雙方平手 不過是阿里比較吃虧 阿里腳受傷了 阿里腳還被踢傷了 對 比完賽之後就去醫院了 對 我們再看 再來 所以也就是說這種比賽當中 你要有嚴密的規則 在那其中束縛 要不然被人變成 像那天的雷攻那樣子 打在地上 不是很慘嗎 對 那我們講到 就中國的格鬥技 傳統武術 跟現在一些 其他不同派別的技術 它的落差在那邊 比如說在大陸 有一個節目是太極的 剛才講的王戰軍 對上了相撲 能不能退了過對方 太極對相撲 這個體重 王戰軍雖然大概100公斤 但是對方 至少150公斤以上 可是問題 你看那相撲學手 結果是王戰軍贏 開始了 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對方也在用力 對 一個巧勁 對 往旁邊一甩 往旁邊一甩 對 因為 因為日本人 他把重心往前推了 那種在電影上 常可以看到傳統武術 比如說有罪拳 蛇拳 那個陳柔在表演的 都很厲害 對 但實際上 到底怎麼樣 其實在日本 就把它播出來了 日本有個綜藝節目 就找來日本的 集真空手道 然後來跟中國的罪拳打 所以你意思說 要他們來PK了 是 中國的罪拳 比如搖來搖去的對不對 好像要讓你打不到我 其實集真空手道 他們訓練很久 你這怎麼跑 他們腿都很準 所以你看到這個選手 中方的這個選手一直跑 但是他頭還是被擊中 不管頭上面下面左邊右邊 那個腿就是有辦法 準確的達到目標 可是我們說到 像這個自由搏擊 跟格鬥上面來做的話 其實他有些PK方面來說 其實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最簡單的分別 我們的散打跟自由搏擊 是戰力格鬥 然後他戴的手套就是圓的 沒有露手指的 然後MMA綜合格鬥 是有露手指的 是可以在地上打的 所以比如說 我們簡單示範一下 在這個打一拳之後 你意思說 我現在如果打一拳出來 對 再散打的話 他會有一個這個 直接穿我的腳 對 單抱單腿 然後比如說這樣一拍 其實你就會打了 那我不是就整個疊下去 那我就整個疊下來了 然後倒地之後 比如說像我們在 你說像雷公一樣 雷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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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極拳 他在地板 他不太會動 所以徐曉中就很放心 砰砰砰砰這樣捶 真的中和格鬥的話 怎麼弄 要騎蹭 要壓住 你把我壓著 那我就騎不來 打怎麼打 平常我們打 是用這兩顆打對不對 在這個角度底下 用這個hammer fist 叫捶擊 比較方便 當然不是捶這個 幾拳就投降了 你自己打我的臉 幾拳就投降了 所以就是中和格鬥 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種格鬥當中 根本就是技巧上面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怎麼樣 因實因地 各方面來說 目的就把敵人打倒就對了 因為過去都說武德 躺著就不能打了 但是現在全世界流行 就是接近實戰 接近戰場 接近街頭的一個戰鬥方式 所以倒地還能打 所以各種各門派的 這些武術高手 其實都應該想想 倒地之後該怎麼辦 這些都應該再加強了 一些技巧 看來這中國武術要對上 現代的格鬥 到最後是誰輸誰贏 我們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可是我們說到這世界上 所有的地理位置當中 最神秘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那洞穴了 最近俄羅斯可發現了 一個水下的洞穴 那個洞穴裡面 有什麼樣的神秘存在呢 其實立剛在地表上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比較方便去尋找到 可是在水面以下 其實有很多地方 是我們人類幾乎沒有探索過的 在俄羅斯的奧爾達這個洞穴 你現在畫面 我們給大家直接看 很多人講說 天啊 這個看起來 就像是動畫所做出來 但是立剛我告訴你 這是真實拍攝下來的結果 這是真實的 不是電影場景 我們從畫面上面看起來 是那個畫面 有一點偏藍色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我告訴你立剛 這裡面其實是雪白色的 而且他們是石膏岩壁 所以你說它是全白的 是 這個地方其實非常非常的脆弱 尤其他們當時要進入到 這個洞穴裡面去的時候 因為它洞口非常的狹小 只能一次一個人進去 進去之後每一個人 要攜帶50公斤的 這樣一個潛水的裝備 潛到下面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畫面上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這個冰柱還有冰筍 可是我沒有想到說 一個洞穴當中 居然是一個整個 全白色的世界 沒有錯 所以以前沒有人發現這個 而且我剛剛講說 它裡面找到這個冰柱或冰筍 它那個冰筍居然長有 大概三公尺左右 你想想看 三公尺長的那個冰筍 要花多少年的時間 才能夠把它給累積出來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這個整個都是石膏岩壁 那個每一個岩壁 幾乎都是經過三千萬年左右 那樣一個沉積而成的 所以他們這一次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到說 這個真的裡面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們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到說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洞穴 你看它裡面那個大坑洞裡面 其實還有不斷的這個坑穴對不對 他們就發現到說 因為它原來是用這個沉積的方式 給沉積起來了 但是因為地下水不斷的侵蝕 不斷的侵蝕 不斷的侵蝕狀態之下 就讓它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石洞 所以等於坑穴當中 還有其他的坑穴的存在 沒錯 而且你知道 這個地方其實他們下去的時候 立剛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到海裡面去 或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通常那個水都是很混濁的 可是我們不講 它非常清澈 對 我們不講 它在水底的時候 除非畫面攀到上面去 你這樣看 真的看不出任何髒東西 你知道嗎 我完全不覺得 它剛剛在水底下世界 這跟我們以前到什麼未知的 這個海域裡面 看起來一陣髒髒的東西 不太一樣 後來他們就發現到這裡的水 之所以非常透明 是因為它的鈣質 其實那個濃度非常非常的高 水中的鈣就會把這些髒東西 再給它沉積下去 給它附著下去之後 沉到這個水下面去 所以水裡面 就沒有任何的雜質的存在 沒錯 但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立剛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剛剛講沒有雜質 這個你才能理解 但你有發現 這裡還有一個奇特之處 什麼奇特之處 有水就有魚 你怎麼聽過吧 魚呢 這裡面居然沒有拍到 任何的浮游生物 還有任何魚浮游生物 可能是需要用這個顯微鏡去取樣 但最少像這麼乾淨的水 應該要有魚的存在嗎 一條魚都沒看到 要有魚 要有蝦 這個看起來才是正常的 結果發現到居然都沒有 你知道嗎 他們就覺得很好奇 因為事實上我告訴你 這個洞穴裡面 還有一個很期待的地方 比如說它這個洞穴裡面 不是都是筍嗎 對 可是他們居然有一個 這個大的洞穴 它的水下通道 將近有4600公尺 但是有很大的一塊地方 將近有300公尺長的地方 是乾燥的 還有乾燥的 你想想看 4600公尺那個長度 我這樣說起來 4公里多 很多人以前 我天啊 航空母艦都可以放進來 300公尺長也很長的 是 為什麼會有一個乾燥的通道 在這個地方引無解 第二個是 這個地方怎麼會沒有生命 沒有任何魚 沒有任何的水下的生物 你記不記得南極 人家講說南極 那麼寒冷的那個水下面 之前科學家都還找到說 有其他的海洋的生物 對 你那個冰即使挖下去 挖到地下湖泊裡面 都還有瑕疵 我講南極那個深度 是2400公尺左右 連那個地方都有 你現在畫面上面 看到這些新的物種 當時科學家跟生物學家 就講說我的天 這些東西都可以存活在這裡 南極底下還有這些生物 在冰層底下在活動 是 怎麼連南極 這種冰冷的地方都有 你看看畫面左邊這個 水這麼漂亮 這麼乾淨 這麼清澈的地方 居然沒有任何一點點的生命 所以當地民眾就講說 我告訴你這個地方 我們以前就知道 它搞不好有那個 水中怪物的存在 因為在岩壁上面 居然有一條一條 那個橫狀的那個條紋 感覺好像有東西這樣磨過去 你知道嗎 講到這件事情 其實在俄羅斯 還有一個阿爾泰的山脈 我跟你講在阿爾泰山脈裡面 還居然找到一個神奇的東西 讓科學家也嘖嘖稱奇 你現在在畫面上面看到 這是阿爾泰山脈裡面 一個叫做丹尼索瓦的洞穴 他們居然找到了 像畫面上面你所看到 像這樣手鐲的東西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在裡面 科學家當時一找到的時候 發現到第一個很神奇的是什麼 你知道 他想說這個地方 還這個磚的一個圓洞 磚孔的技術理論上來講 應該要使用工具 可是他們發現到 這樣的一個手環 這樣的一個手鐲 它居然將近有 4萬年左右的歷史 你說光這個東西4萬年 那你4萬年前 怎麼會有這個磚孔的科技 這是第一個 人類好像都沒有這樣的東西 第二個是他們蒐集這些碎片 蒐集起來之後 發現另外一個更誇張的事情 什麼事情 你現在畫面上面看到 有沒有看到它亮亮的 我告訴你 那叫拋光技術 拋光 拋光不對 有工具以後才有拋光 4萬年前怎麼可能會有 拋光的這個技術的存在 這你根本是沒有辦法去想像 而且他們後來去查說 這個應該是所謂的 叫做丹尼數瓦人 他們在所謂的60萬年前 就存活在這個世界上 可是他們並不是一個 非常文明的一個民族 既然不是文明的民族 誰叫他們使用工具 做出這樣的一個手環 而且他們查起來之後 這些東西手環 是套在手上沒有錯 但他們居然還知道說 用繩子把它給串起來 所以用這些磚孔的方式 讓這個東西一直給保存下來 再包含到裡面 就是說整個高科技的狀態 科學就在這想 這個東西到底是誰教導的 神秘的洞穴當中 有人藏了許許多多的 讓人未知的東西 但是雖然歷史的久遠 目前人類還有待在發掘中 休息下來告訴你 看著那朝鮮半島的局勢鬼絕 你可以注意到 美國現在卡爾文斯 航空母艦 已經擺在日本海的位置了 但是日本人他們總覺得 你那個飛彈怎麼飛 一定都會掉在我的家園裡面 那該怎麼辦 有些民眾就想到了 末日碉堡 在自家裡面做出來 家庭型避難所 也就是核災避難所 在現代有可能爆發核戰的時候 尤其在東北亞 你怎麼知道金正恩什麼時候 會抓狂 跟川普跟川普一樣 甚至習近平撕破臉 我說丟核彈就丟核彈 結果日本他其實很害怕 所以現在他們在大阪的 有一家核災 避難計畫所的一個計畫公司 這個老闆 社長西本陳一郎 他就開始規劃 家庭型的避難所成形了 你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墨資碉堡 這是在地下室 真的地下室 有沒有做這樣子的碉堡 對啊 你如果發生核戰 這樣的一個戰爭發生的話 你不怕核彈攻擊 你也不怕這個 有輻射物質 放射性物質 毒氣的攻擊等等 家裡面居然都備了 那個空氣過濾設備 也就是說你有放射一些 物質的空氣 我經由這條過濾設備 進到這個地下室空間的時候 就變乾淨的空氣了 而且他可以防細菌 防生化武器 什麼都可以防 所以就算金山胖 你有各種那種恐怖的生化武器 夾雜在核彈的話 他也不怕 據說現在這樣的一個末日碉堡 在日本推出之後 家庭型避難所 核災避難所 他在市場上打出來口號 熱賣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還真的熱賣 據說訂單源源不絕 很多人害怕 真的跑去訂 這是說能夠在家裡面 幫他打造成這樣一個 家庭型避難所 真的是有備無患 講到這個家庭型避難所 其實日本是一直有防災 憂患意識的一個國家 就拿之前311大地震 海嘯發生的時候 16、17公尺高的海嘯 馬上造成了上萬人的死傷 對不對 日本有見於此 他們就讓每一個地方 尤其是他們的便利商店 你想想看 他們竟然準備了這個 海上的這樣 海嘯的一個救難艇 等一下 這個救難艇 你看到現在是 船上面的救難艇 這個救難艇就是 從船上面直接到這些船員 能夠在船有為難的時候 逃生使用它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把船上的救難艇 就像一個諾亞方舟一樣 一旦發生像這種 災衣大海嘯這樣 地震恐怖的 這樣一個災難的時候 是不是在便利商店 到處可見的這個地方 這個救難艇 就可以轉換為救命裝置 它可以一次救25個人 25個人躲進了這艘船 裡面即使浪再大 水再高 我都不會被溺地的 而且可以儲備7天的糧食 到25個人 而且裡面還有簡易型的廁所 有水 有糧食 這麼險情的 你不要看它這個救難艇 它長8.7公尺 高3.1公尺 寬3.5公尺 真的25個人進去 它可是經得起 這樣一個實戰的 這樣一個測驗 連小朋友的防災演習 都要進到這救難艇裡面了 所以現在在日本超商 不管是小七 或是其家的什麼 哪一家的便利商店 幾乎他們都希望 尤其像高支線 都能夠配備這樣一個 防災型的配備 除了便利商店 公共場所有的外 家裡還是需要 所以日本政府 其實也鼓勵他們的民眾 尤其是靠沿海地區 家裡面要有這樣一個 黃色的圓球 這個東西 黃色圓球 這圓球做什麼用 看起來以為是皮卡丘的造型 這還沒想挑要挑 這也是家庭型的 海嘯避難艇 你看它至少 裡面這樣一個小圓球 裡面可以救4個人 剛剛講的大的 可是可以救25個人 這裡面可以救4個人 你看這裡面是一個 特殊的材質所做成的 它平常像一個氣球一樣 可是真的發生災難的時候 它裡面那個玻璃 其實還有兩個小孔 可以維持它的透氣跟通風 然後而且裡面都是 這個特殊的纖維玻璃 它所製成的 你看在海上這樣子拖 不管浪怎麼高 然後怎麼拖怎麼打 都不會影響到他們 也不會在裡面拚 對 有些人講說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海嘯型 這種避難艇的話 那東西海嘯過來有時候 那我們來模擬像地震那種什麼 你看砂石掩埋掉了 砂石掩埋 瓦力掉下來 那怎麼辦 它已經得起考驗 它這種特殊的鋼材的結構 似乎也不會被它所擊壞 你看到沒有 它也沒有受到影響 而且甚至有媒體 把它弄到這個爆破的 產生的爆炸的地方 似乎也不會受到 你意思說要把這個桶子爆破 你要嗎 對 你看到沒有 人還在裡面 這個是很危險的 你看 接著它爆破倒數三秒 砰一下 你看到沒有 可是那個球在裡面 還開始爆發火焰 你有沒有看到 那時候火焰還燒起來了 你再去檢視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避難艇 看看人裡面是不是已經 烏烏哀哉了 但是其實看一下 它似乎也沒有什麼好把無傷 其實講說日本 他們現在推廣它的觀光 觀光是日本的一個 經濟命脈之一 尤其是到北海道 一覽它的風光 你可以看到 最近日本豪華型的列車 它即將在今年5月開始 四季島 這個四季島的豪華列車 你知道嗎 它這個列車上 幾乎是把這個沿途景點 當成它的賣點 而且那個車廂 經過超高級的打造 它的窗戶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它是特別跟這個 有跟各個世界各國的 頂尖公益大師合作的 事實上 這樣的一個頂級列車 豪華列車 事實上之前九州 它在2013年就曾經推出過 你想想看九州區 它在30年前 它從國營改成民營之後 就深陷財務危機 它的赤字 高達280億元日圓 可是30年後 它不但沒有赤字 甚至30年後來 都沒有再破產過 為什麼 就是因為2013年 它34年前推出了這樣一個 七星級的列車 叫七星號 沿途也是把所有的景點 當作它觀光的一個賣點 也是強調標榜 它列車上 總共都是有米其林的主廚 所提供的這個餐點 搭一輛這個列車 它的要價也不便宜 就讓這個九州JR集團 透過這個七星號 竟然讓它鹹魚翻身 我們看到日本 日本他們的科技發達之下 居然對於救災防災部分 有這樣的演進跟發展 另外我們也看到 日本的經濟在進步當中 可是我們說到有些人 他有時候看到一些討厭的人 他想要把自己給引申起來 中心石電影裡面不就演了 他引申起來 劉德華就找不到他 但引申咒語 真有這樣的東西嗎 勢力 剛剛我們都記得 堵下一頭很好笑的螢幕 心眼就你看不到我 結果就真的看不見了 真的有這種事情嗎 應該不可能吧 當然不可能 可是難講 搞不好有些魔法就會 我跟你講 最近發生一個事情 有一個51歲的流性神棍 他是印尼籍的 結果他五年前就已經被通緝了 就做一些壞事 結果他不但沒有悔改 還繼續在那邊開神壇 騙財騙色 結果警方得到線報之後 就到他住的地方去找他 結果找他的時候 他躲在洗衣機後面 你知道嗎 他嘴裡頭一直看到警方來搜索 他一直在唸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他跟周星馳一樣 對 他在唸引申咒 結果 真的看不到了嗎 當然看到 一眼就看到了 還是看到 當然看得見 你那麼大一隻 怎麼敢看不見 然後你知道他被抓了之後 他還不悔改 他還說什麼你知道 那是因為你們剛 一下害我分心 所以破了我的法術 所以你一直說專注一點 那法術就可以成真了 我跟你講你讓我專注 我就絕對可以引申 這麼強 而且你們現在抓我 如果你不趕快放我的話 他還恐嚇這些警察 我給你嚇醬頭 你們出去會被車撞 好恐怖 真的假的 你真的是 你是騙人家 騙財騙色 騙到自己腦筋都不清楚了 是不是 真的有這麼離譜的事情嗎 世界上 我跟你講 很難有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我跟你講 在大陸廣州這個地方 廣州這個地方 因為有很多非洲來的朋友 所以那個地方 也有一個外號叫小非洲 因為很多 非洲人都在那邊生活 人一多大概形形色色 有一些人就坐肩飯科 最近大陸公安得到線報 就有人在走私毒品 走私毒品 他們就進去搜索 你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在攻堅了 那裡頭 你看一個人 他們在創臉後面 直接用電擊槍 直接就打中他 他當然就被抓到了 另外一個人就很聰明 他想說我是非洲人 那我就躲在廚房裡頭 廚房裡頭 黑氣麻糊什麼都看不見 那就 那我就躲在裡頭 那你就看不見我了 但是立抗哪有這種事情 你有沒有看到 我沒開戰的時候 大概看不見你 我拿手電筒已經照 你的頭不就出來了嗎 是啊 對啊 所以還是會被發現 所以立剛很多人就在講說 這世界上拿到什麼隱身咒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是電影的噱頭 但立剛未必 因為還是有人相信 真的 實際上也不只一個宗教相信 人類真的有隱身咒這種東西 當然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所謂的 魔力之天菩薩咒 你知道這是密教裡頭 一個咒法 因為魔力之天相傳 他是會保護人的 然後能夠讓 必要的時候能夠讓人家隱形 然後讓一些人或非人 都沒有辦法去傷害你 這麼厲害 對 如果你長期去持這個 魔力之天菩薩咒 或是隱身咒的話 在必要的時候 就會有人就完全瞧不見你 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 想做的事情 你知道密宗曾經傳到過 那個東營去 當時日本有一些武士 因為他必須要進行 某一些秘密任務 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想說 如果我長期持這些咒 會不會有用 就他們真的去練了之後 就發覺好像真的有用 他們在指引某一些任務的時候 人家就是看不見他 還真的會看不見 是 然後就可以去 順利執行他的工作 這一派的人 久而久之你知道變成什麼 就是忍者 忍者不是傳說中就擅長 一下突然之間隱身 躲在柱子或躲在哪裡 你就看不到我的蹤跡了嗎 他們認為說 其實這可能就是魔力之天 但是立剛你知道嗎 除了道教也有一個董母援軍 董母一樣 也是在講這魔力之天之外 甚至正和也可能曾經透過 魔力之天來保住自己的性命 正和 對 怎麼可能 我們都知道正和七次下西洋 是 當時中國對外洋是一無所知 下西洋七次是非常危險的 一個過程 風險也非常大的 是 其實當時他的很多的水手 這些東西 他們很多都在持這些咒 據說正和本人 雖然他姓回教 但是他也有在持這個咒 結果有一次他們果然 就是船隊就遇到一個大風浪 又風暴大到 其實正和的船 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 結果還是搖晃到 已經快要沉了 他可能是碰到颱風了 是 結果他當時大家嚇到 就趕快去持這個魔力之天咒 所以奇怪 他這樣一講完之後 居然薩斯之間風平浪靜 這是正史上真的有記載的 結果他念完咒咒 整個就風平浪靜 風平浪靜 是 所以正和能夠 欺視下西洋 也許魔力之天 正在暗中保佑著他 原來歷史上面正和下西洋 居然也有這樣的魔力 在協助他的存在 可是我們說到 古人的一些歷史當中 你想想看一些有名的古人 像桃淵明好了 不會五斗米折腰 但真正的桃淵明 是像我們在歷史上面 讀到的一樣的狀況嗎 實際上我們講到桃淵明 很多人講說 他就不想做這個工作 做官80天不到 他就乾脆就辭官回家了 可是他辭官之後做了什麼事 其實也沒什麼人知道 桃淵明自己的來歷 大家也搞不太清楚 沒錯 結果網路上就有鄉民 他就起抵了桃淵明 還能起抵桃淵明 我們先講一下 這麼古早的人 這個鄉民他把所有的資訊 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還有包含了古事情裡面 他找出了桃淵明 四個被起抵的事情 哪四個 首先第一個 他就講到說 這個桃淵明的家世背景 因為你知道桃淵明 他喜歡做這個詩歌什麼的 這很有名的詩人 是 結果發現他的曾祖 其實是一個很有名的人 他曾祖父是誰 叫陶侃 陶侃 結果不只他曾祖做官 包含他的叔叔 伯伯這些 還有他父親通通都做官的 所以簡單的來說 桃淵明家世還不錯 是氏族之後這樣子 第二個是講到說 他的這個工作來源 他怎麼會去當到彭哲憲令的 那個時候又沒有什麼科舉考試制度 進朝的時候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 陶依明就跟他叔叔講一句說 我想做官 就這樣做了 就幫他說了 還真的 他就有官可以做了 當然這個是網友 他綜合了一些資料 把他給寫出來了 第三個是什麼事情你知道 他就講說他的薪水是多少 我們剛剛講說他的最有名的 叫做不為五斗米折腰 所以他薪水應該是五斗米嗎 不 我跟你講 不是 在進朝的時候 其實他們對於這個官職 他們的薪水的發放方式 是半薪 然後半股 意思是說一半給你錢 一半給你米 有錢又有米這樣 所以大概是五五坡這樣子 結果他們再去換算的時候 就發現到說 當時以桃淵明的這個官職來說 他的這個月薪差不多是 我現在講一下 不是台幣的2500塊 他那個作為板是2500 然後米有15壺 15壺的意思 一壺是10斗 所以將近是150斗一個月 再加上錢 我們剛剛不是說 錢跟米是各半嗎 網友這一算了之後 就發現他一個月差不多是300 300斗的這個米 就算吃一個普通一點的 一個便當差不多65塊錢 古人生活物質 其實沒這麼好 一天大概吃兩餐 在乘以75個月的時候 他再換算一個平均值 再把它東扣西扣 換算回來桃淵明 差不多月薪是我們20萬左右 滿高的 20萬還不算 他還包含到什麼你知道 還包含因為你做官之後 還有這個 其他的油水可以拿 包含給你300畝的這個田地 如果把這個田地 給換算過來的話 我跟你講他的月薪其實還不錯 他說你這樣子 不會五斗米折腰 放棄了將近是120萬左右的 這個月薪 當然這個一寫出來 有人稱讚說 你這個網友太厲害 但也有人講說 你又不是只吃米 你還有其他的東西 便當裡面不是只有飯 還有其他開銷 可是這一算一算 還說真的 感覺上桃淵明其實因為家事不錯 所以可以讓他不想做官 就辭官回家 是 另外大家也講說 其實挪刀三太子 大家說這神明裡面 真的就笑容散讚 大家都一直參拜他對不對 結果這個網友也去起底說 其實這個挪刀三太子 他家庭背景也不錯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父親是陳塘官的總兵 說真的 他的師父是太以真人 說真的在道教上面 也是一等一的扛把子 那羅詐那個時候 小時候你有沒有發現到 書上面都寫說 他喜歡到處惹是生非 看人家不順也就打架 所以 後來甚至扎死了 這個東海龍王的這個兒子 你有沒有發現 完褲子弟好像也就是這樣 結果沒有想到 他去找他的師父講說 完蛋了 我闖下滔天大禍怎麼樣 他可能會連累他的父母 結果他師父居然就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真的沒有辦法 你除非是什麼 自我了解 後來羅詐真的 他自我了解之後 還把那個什麼內臟什麼 挖出來 就還給他的這個父母親 然後魂魄飄去找他的這個師父 太以真人 太以真人居然還拿蓮花 荷葉 荷葉梗這些東西 幫他重塑 讓他可以重生 結果世人就因為覺得說 他成為神明之後 居然這個小永善戰 所以他後世就擊敗他 一直到今天 我們看到原來歷史上 記載的一些事情 跟史詩來說 好像真的有些出入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這個假踏車 從發明出來到現在 已經200多年的時間 但是都沒有改變形狀 最近形狀大變幅 是 立剛我們去假車 就知道那個手去控制方向 你看到沒有 人家是用腳去控制方向 對 他那個後面後輪 這樣還會自己轉 我看到沒有 這什麼車 我跟你講這個車看起來很怪 為什麼騎車要這樣騎 龍頭不能轉 其實這是為了讓 龍頭也可以轉 但他的目的是為了 不會讓你操縱更靈活更方便 不會說你只有龍頭擺到哪 才擺到哪 你現在只要透過你的腳 你這個想轉彎的時候 你看 他可以這樣瞬間 這樣直接這樣轉一圈 彎曲的弧度很小 其實比你用龍頭 因為龍頭 我們常會卡到一些東西 你現在如果直接用腳去轉的話 你看很多地形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完全克服 所以科技日系列義 我們從教的東西 要想出新的思維 沒想到腳踏車可以這樣子騎法 不過要學會看來不容易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籃球賽最精采的 就是灌籃活動了 但是有人灌籃而破了紀錄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我的天啊 還跳起來之後還有後空板 但他跳的距離也太遠了吧 我跟你講這是匈牙利的這個雜技團 他們在表演 他說花式灌籃嗎 我要跳遠一點 結果拿了一個彈簧床 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距離是6.18公尺 這麼遠 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在空中一個空板之後 還劈了個腿 可是你注意 要算得準 算不準 你可能整個人撞在籃板上面 事實上他們這一次的灌籃 居然還打破了世界紀錄 因為之前的紀錄是6.09公尺 沒想到這一次他們這一條 更遠了 完全打破了紀錄 講到打破紀錄的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講到說NBA 就有神射手對不對 神射手要灌籃通通都很強 但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其實不是在灌 有沒有 這個球一丟 這樣也可以進啊 在另外一邊的底線 你說他的背力之強 你現在看他倒著丟 也可以進 進了 他沒有看後面 但重點是你現在看他 這一個拿的是什麼 飛盤 我問你 飛盤也可以飛得進去 對啊 拿飛盤的這個叫做Smith 他是國外非常有名的 這個飛盤的玩家 所以他最重要的 你再仔細看一下 你現在拿球 也能夠推到的東西 甚至拿球棒 隨便一打籃球都能夠 應聲入籃 沒想到這些人 怎麼記憶這麼高燥 是啊 你說你會用籃球打 我會打飛盤 我用飛盤拿這個球棒打 我一樣可以讓他灌籃進去 很多人講說 這些人真是太強了 強的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還有畫面下面的這個動作 你看嗎 丟這個飛盤丟過去之後 居然拿足球這麼一踢 還可以踢得到他 說真的 你會以為他是剛剛好對不對 我告訴你 人家每次丟都每次走 畫面上面所看到這個更厲害了 他做了什麼東西 他做的是輪椅 輪椅還可以這樣子天空翻滾 當然這是一個競技的這樣活動 跟一個比賽 所以大家覺得他好強 他好棒 但你真的有做輪椅朋友 或者你不要千萬拿這個輪椅 來開玩笑 很有可能會受傷的 你知道嗎 是 講到會受傷的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有時候在這個表演活動當中 真的會嚇到人 你看 這怎麼回事 他本來 他們兩個是在參加這個達人秀 他本來是女孩子講說 我用這個十字弓要射這個男生 嘴巴上面那個靶 可是他怎麼要射到 射到脖子 你知道他那個十字弓的劍射出去 上面居然是有火 他們講說我要為了節目的效果 去做得出來 結果沒有想到他居然沒有射到靶 居然一劍射到哪裡 射到這個男生的喉嚨這裡 你知道 大家嚇死了 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他今天那個稍微 準度再一點點 他會貫穿他的喉嚨 可能就這真的是變謀殺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 那個劍上面居然還有火 他把整個東西燒起來 不是 所有人看到這個節目 然後我一整個驚呆了 你們不是要來表演挑戰演技 達人秀對你也太忙了吧 達人秀要表演一下 因為是你精準的這個 說真的 大家在家裡面 不要隨便亂嘗試 更不要拿這個合了十字弓 什麼去對著